小兔子 保重 我还会回来的 我的天 这个混蛋小王八蛋终于滚蛋了 我们终于可以清静清静了 千红万子安排住 只待星雷第一声 臭小子 只有你能了却 为师半生未达成的夙愿了 一定不要让为师失望啊 如今我带着使命下山找一个人 而这个人不简单了 她是我方红的未婚妻 从师兄的眼神中 我看到了极度的怒火 没办法 谁叫我如此的优秀呢 这一刻 我真是等了太久了 山下的玉璽 装作 蘿莉 长腿 黑丝 小姐姐们 我方法天 来了 哇哇哇 漂亮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次下山支持太值了 师兄弟们之后 一定羡慕死我了 你 大 aware 哪来的土包子 这个浓郁的血腥味 救命啊 快来救人哪 谁能救救我老婆 有没有医生 快 快帮帮救人哪 救救你们哪 这 快走快走 别赖上咱们 好可怜啊 就是救死 咱们快走 都让一让 让我看看 你赶快想办法 把玻璃弄出来 喂 我说你是想杀人吗 玻璃扎的可是大动脉 拔出来能喷你一连血 那时候可就真没救了 或许 我可以试一试 你 对啊 就是我 我也是医生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还是叫救护车比较保险 这小子干嘛的 能行吗 就是就是 别再把人给自没了 咱们快躲晕着 五将绝取 九将绝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 蟹 蟹止住了 什么 难道 他真是医生 前往五当一脉 除了五道冠绝天下外 一道 也是丝毫不差 不能说活死人肉白骨吧 但对比起外面那些身份超然 所谓的中医圣生 还真是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他刚才做了什么 这纸险的手法未免也太神奇了 这小子看着年纪轻轻 难道真是医生 如此快的治疗效果 难道是 哪来的臭小饭 替他挨了这一下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刚才人多口杂啊 现在没人了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你 你要说什么 想要姐姐网恋吗 我正太阴哦 神经病 别走嘛 小姐姐 先不网恋也没关系 咱们可以先留个联系方式 培养培养感情嘛 我跟你说 我可是全面多变形的三好男人 当得了小奶狗 想得了萝莉 控得住郁姐 也舔得了女王 错过我你会后悔的 无臣的家伙 别跟着我 离我远点 好 好吧 你这个臭流氓 我记住你了 小姐 发生什么事 没事 一个臭流氓而已 我已经给过教训了 我们走 有点意思 这妹子能吸引杀手 用这种级别毒针 还好扎的是我 要是扎你 这会儿可能已经死了 这点小毒 那也合不了我 该做正事了 师父给照片 也不给未婚妻小叔 给了一张大叔的照片 不过这大叔还挺帅啊 但是颜值和气质 还是比我差了不少 也不知道小叔长大了 长得多漂亮了 老婆 我来了 不行不行 我已经有老婆了 怎么能对其他女生动心呢 还是正事要紧 小姐姐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有的 您想打听什么 我老婆舒展祠 在这里上班吗 你 你说什么 你是展副总的先生 展副总 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 您不是说 他是您太太吗 您怎么 我当然知道 我跟你们展副总 可是青梅竹马长起来的 小时候还一起 光屁股撒过尿 好了快二十年了 你说谁跟你一起撒过尿 谁跟你好了快二十年了 怎么又是你 我跟谁一起撒过尿 关你屁事 我好幸好一帮你 还恩将仇报 不过看你这一脸的性冷淡 长得再漂亮 也没男人敢要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不是听得很清楚吗 像你这种 不识好歹的女人 整天顶着张冰块脸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内运激活 月经不调 不识好歹 到底是谁不识好歹 在机场就一楼骚扰 现在还跟到公司 这混蛋还有脸 说我不识好歹 冷静 冷静 不管他说什么 我都不能自降身份 跟这种流氓一般见识 把这个无理取闹的家伙 给我赶出去 要是让他再有机会 出现在我面前 你们明天就不要上班了 是 展副董 展副董 你 你就是小叔 别叫那么亲热 我不认识你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轰出去 等等 我走可以 你让展红图过来 说有个叫方红的人 找他有事 哪来的臭神棍 还在这里讨价还价 给他抬走 去 别来 怎么回事 怎么 抱不动他 有电棍 小子 是你自找的 住手 展某一接到老神仙的指示 就立刻赶往机场 没想到铺了个空 还劳烦小神仙亲自找过来 招待不周 还望小神仙莫怪 什么 是挺不周到的 你但凡要是再慢点 我可能就走了 竟然这样对待我的贵宾 去结算工资 然后立马从这个地方消失 算了 不怪他们 他们也是职责所在 展董应该为有这样的圆碰 而感到高兴 还不快谢谢小神仙 谢谢小神仙 小神仙 里面请 我知道了 地方简陋 比不得武当仙境 希望小神仙别嫌弃 我猜 刚才那个电话 是我老婆打的 保镖向她报告了 我进了你的办公室 打电话给你控诉我 对吧 爸 他就是个流氓混蛋 人渣 小神仙 误会了 别 别叫我小神仙 老头子有恩于你 你叫他老神仙 理所应当 而我 顶多算是沾了老爷子的光 我们俩萍水相逢 你用不着对我这么客气 好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客气了 小兄弟 怎么称呼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方红 久仰久仰 你比我老婆要聪明 但却比我想的更蠢 方贤帝 这话怎么解 亏你从生之前是华夏特种病 被人定位监听了都不知道 不可能 这 凡事无绝对 我知道你是聪明人 但是别把别人都当傻子 问题出在哪 用不着我再提醒你吧 这是目前世界上 才智最先进的智能定位芯片 连安检都不一定能扫出来 你是怎么发现的 你当真以为自己之前那几声小神仙 是白叫的 那方贤帝 你是否可以替我看看 我的命理如何 替人看命理 是命硬的那些人查看天问 用命来换钱的一种本事 我命功雷弱 压根没学 如果替人看命的话 二十岁都活不到 与其纠结命好命坏 不如化解眼前的危局 才是正途 眼前危局 请方贤帝指教 很简单 把东西给我 那些暗中盯着你们妇女的眼睛 自然会消失 我可不想实施守着你 毕竟这次下山啊 我主要的目的是泡妞 展红图那里 有一件东西异常珍贵 你这次下山定要保护好 我可不想把时间都干耗在这儿 赶紧就把东西拿走 放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 我还是大吉 恐怕不行 这件东西 方贤帝应该带不走 怎么 你不想给 不 不是 方贤帝 别误会 并非是我不想给 而是这件东西 你可能真的带不走 因为 那件东西 就是小叔 什么 我老婆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当年老神仙研究出那方子后 一直没有公诸于众 而是让你几个师兄带着下山找寻机缘 当时整个医学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最后事情虽然被压下去了 但是 你的师兄们 死的死 伤的伤 甚至还有一个生出谋取暴力的念头 批量研发 效果减小 致死了大批患者 这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 小叔这孩子命苦 出生的时候 被诊断天生恶极 医生告诉我 他活不过六岁 你是说 小叔服用了那方子 再过半年就二十一了 这些年 活得一直很健康 当初给他诊断的医生都说 这是一个奇迹 也就是说 小叔是目前最好的研究对象 甚至比那些方子还珍贵 老兔子让我下山 就是为了给你女儿当保镖 也是你订了娃娃亲的未婚妻 你刚刚不是还称呼 小叔为老婆 少跟我来这趟 想让我问了一棵树 放弃整个森林 门都没有 老神仙说了 帮贤弟不盖也行 现在就可以回武当 老神仙会另派人过来 老家伙 算你狠 当保镖就当保镖吧 总比回武当的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好 我告诉你 我的佣金可不便宜 一百万 这样吧 方贤弟 我给你一千万 暂时就算一年佣金 一千万 期间有任何需要用钱的地方 随时找我开口药 我绝对没有二话 爸 你没开玩笑吧 真的放心 让这个混蛋流氓给我当保镖 你们在机场的遭遇我知道 那是误会 方先帝是为了保护你才那么做的 爸 这种鬼话你也信 他就是一个无耻的流氓混蛋 他 闭嘴 这事情没得商量 打死我 也不会让他待在我身边 难怪这么爽快就给我一千万 你自己当私妇 把我变成彻彻底底的恶人 斩抖你不愧是个精明的人 董事长 您叫我 方贤弟 你也过来认识一下 这位是 小姐姐你好 我小方红 很高兴认识你 小颖姐 你真是太漂亮了 怎么回事 竟然有一丝心棒 开什么玩笑 小颖啊 我让陈伯带你们去舒辞的公寓 给方贤弟安排一个房间 陈小叔还在公司 立刻就送方红过去吧 小颖姐 你皮肤怎么保养得这么好 能不能教教我 我也想跟你一样呗 你也挺白的 真的吗 我不信 不然咱们脱掉衣服比一比 讨厌 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没正型 我的意思是露出胳膊比一比 你上哪儿去了 小姐姐你的思想一点都不单纯 恭候多时 比人陈比时 小先生幸会 听说小先生会天问 乱张十字策命理 不知能不能帮老朽看看 言重了 老先生 家师会 我不会 但是看老先生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红润之气 升腾旺盛 无病无灾好日子 还很长远 陈某谢过小先生 顾小姐 小先生 请上车吧 你还会算命 当然 我可是很厉害的 我可是很厉害的 好 现在让两辆车开到左边 相和一个车位同开 阻挡 狙击击手视线 避免有严有枪手 一辆挡住 剩下的那辆 我这边靠近 告诉开车的司机 必须和我们这两辆车并下西区 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前面找个路口 最好是三叉 火力由你们去吸引 我们两个先撤了 撤 怎么撤 小英姐 我们走 我们换一辆新车子 还以为这小子 有什么妙策良方 告半天 让我们当炮灰 自己留之大体 这种人 能保护得了小姐的安全 怎么换 让旁边那辆车 再靠近一些 把后车窗玻璃叫下来 你 你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 快 报警我 再晚一点 可能又一箱飞过来了 啊 没错 就是呀 小英姐 你很有天赋吗 这小子倒还真是 一高人胆大 平常人自己过去 就千难万难了 这小子怀里抱个姑娘 还如此惬意 果然是后生可畏 告诉陈伯 前面找个三岔路口 五辆车按照 一一三的陈列分开 如果没有三岔口 就按照二三阵列分开 剩下那两辆 再找路口分开 总之 有两辆车走单 我们这辆 必须走单 是 哦 乖 小姐姐不哭 没事了 没事了 爸 这还不是混蛋流氓 你看 都混上眉毛了 他还不忘吃 隐儿的豆腐 孰子 你这么聪明 难道真觉得 他是单纯的 为了吃小隐的豆腐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以后 你要跟他学的东西 会很多 放下之前的成见 你小时候不是 爸 你再提小时候 我真生气了 为什么要让隐儿 跟他设计 让他混蛋自己 一个人去不就好了 还不是保镖吗 小隐如果不去 那些一直针对你的人 怎么可能会上钩 再说 既然他默认了我的做法 就说明 他有把握保护 小隐的安全 信他的鬼 陈伯 总感觉有些不对 那些人从最开始 开了第一枪之后 就再没有动静 联系未对 看小隐所在的车 去了哪边 他们好像并没跟上来 会不会 你到底是有多大的本事 竟然想以一己之力 去对付那些人 我们赶紧掉头 跟上去 他们会有大麻烦 这条是你的生命线 一线到底 没有断层 说明你今后 一定长命百岁 福寿延绵 这条啊 是你的事业线 都是一条直线 说明你事业 一定是一往无前 前途无量 这一条呢 怎么这么短 这是你的爱情线 短就对了 这说明啊 你的真命天子 远在天边 竟在眼前 胡说八道 我才不相信你 你就是个 不正经的小骗子 还有啊 坐车记得系安全带 谢谢 啊 放红竟然提前预料到了 你们两个待在车上 保护顾小姐 外面的那些人交给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下车 你们的任务 只需要保护顾小姐 爸爸 怎么办 银儿他 他们 殊辞 先别急 陈伯在赶过去的路上 他是老神仙的徒弟 我们应该相信他 既然他敢独自一人去 就是心里有底的 爸爸 都这时候了 你还替他说话 相信他 怎么相信 这么多人 你真当他是神仙啊 这混蛋 自己送死就算了 眼皮还要拉着影儿一起 小子 爬窗的身手不错 冒着丢掉小命的功夫 想引开我们 可惜啊 最后还是被我们截到了 你就是刚才那个 开枪的狙击手 哼 聪明 不过是自作聪明 实际上的话 就把那个女人交给我 我也不打算要你的命 但你见过我 挖你一双眼睛 这事就算了结了 总觉得你的目光似曾相识 在机场盯着书瓷的那批眼睛里 也有你吧 原来是你 我说是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在我办事的时候 泡妞坏事 原来你是斩书瓷的保镖 这样的话 斩书瓷我要带走 你的命 我也要 是吗 如果是我要杀人从来不废话 就凭这一点 你这个坏人当的就不称职 这个混蛋 还是蛮厉害的嘛 这个男人 不 是这个男孩 好像和我之前想的有些不一样 现在 还杀我吗 你是谁 斩乎瓷身边没有你这好人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 不该从你嘴里出来 如果还有人敢有小动作 那么我不敢保证下一刀 不会捅在你们老大的心口 我的人已经退了 你还想干什么 退了 我让他们退了吗 我说了 他们再有任何小动作 我都不会跟你客气 你 卫队 快去帮忙 快跑啊 他们的救兵来了 他是世界杀手排行榜 排名第十二的巨蝎 巨蝎 没听过 不过像这种货色 都能在世界排名第十二的话 你说的那个什么杀手排行榜 应该挺弱的 也亏得说这话的人 是这小子 换个人我早一巴掌山飞了 我没跟董事长前 可是排行榜上排名第十的影子 这小子倒是让我想到了杀手排行榜的榜首青龙 如果他俩撞上的话 谁强谁弱 陈伯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麻烦 也不喜欢抛到露面 后续如果有什么麻烦 你替我解决 当然 有好处也都归你 合作愉快 以往碰到的那些年轻人 一个照面 我就能把对方看个通透 这个叫方红的剑 年轻人 我竟然一时间有些看不透 真是后生可畏啊 那个满嘴跑火车 不断对我卡油的小混混 和那个遇到危险时 沙发果断的男孩 到底哪一个才是他 方红 这个房间 以后就是你的了 放心弟呀 集团刚完成一个大单 晚上有大型庆功宴 和小颖来公司 我带你们去宴会 好啊 长老哥 我们马上过去 方贤弟 你快去换身正装 我们这就出发 去金尊的宴会厅 爸 现在已经七点十五了 等他换完衣服都几点了 所谓宴请方 总不能让客人等咱们吧 再说了 他不就是个保镖吗 换什么衣服 方贤弟 这 那就不换了 直接过去 银儿 来 上我这辆车 坐我旁边 我怕那个混蛋会欺负你 嗯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心里空啦啦的 难道说 比起跟书子待在一起 我更喜欢和他在一起吗 小姐姐别失望嘛 你很快就能见到我的 对不对 再说了 我会想你的 你也会想我吧 流氓 说过小鸟 混蛋 你给我等着 终于把你们等来了 斩头 好久不见 两位妹妹好 斩头 您这精气神 是越回越年轻了 哈哈哈哈 淑小姐过誉了 姐姐你好 我叫方红 方方正正的方 红红支支的红 很高兴认识你 哎 这人是谁 保镖 看着装扮也不像啊 再说 哪有这么大胆的保镖 书小姐 这是斩某的一个小兄弟 方红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 唐突之处 斩某在这里 赔不是了 哈哈哈哈 斩头严重了 你好方红 刚才是我失礼了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书星 精尊的冰宴会客 才是由我负责 斩头两位妹妹 方红 里面请 书姐 那个不懂李叔的小子 待会儿 我们给他点颜色瞧瞧 你们想活命吗 能跟斩红图成兄道弟的年轻人 你们见过第二个吗 斩兄 离世有事 来晚了点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不晚不晚 萧兄来的正是时候 这位是令公子萧一财吧 真是一表人才 两家的医药研发商 强强联手 今后互都那些 小医药商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原来是萧镇董事长 早听说啊 这次红兔集团 最大的合作伙伴 是黄埔实业 哇 真是门当户对 男才女貌啊 说此 好久不见 今天机会难得 不知道小师妹 可不可以少脸喝一杯 敬咱们酒别 重逢的同系情谊 我虽然酒量不行 但是陪萧师哥喝一杯 还是可以的 我的酒 小叔今天身体不适 不宜饮酒 不如这杯 我替他敬你 你 我叫方红 是淑子的未婚夫 方红 你混蛋 啊 这小子居然是 展小姐的未婚夫 哎 没听说过 展小姐订婚了呀 淑子 她说的是真的 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就是我爸 没有经过我同意 过来的保镖 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哼 原来是个保镖啊 我说嘛 这人的气质 跟展小姐完全不搭 怎么可能是一对 不过这保镖 未免也太狂了些 告诉淑女王 把她赶出去 啊 死人了 啊 啊 麻烦让一下 啊 人雪 人总的侄女人雪 她怎么会出现在 今天的晚宴上 旁边那个男孩是谁 啊 淑心姐 求求你救起我表姐 快救起我表姐 小雪 你先别急 告诉书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表姐怎么会这样 你问的这些完全没有意义 我已经打了急救电话 当务之急 是赶紧启动酒店的医药急救系统 在急救到来之前 把我妹妹的情况稳定下来 如果因为你们的处理不当 导致我妹妹出了任何状况 你们经尊脱不了干系 要真是任总的子职 在这里出点事 别说我 恐怕整个金尊都得完蛋 你们的争执没有任何意义 再吵下去 医生没到 人已经没了 臭道士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别乱逗风红 出了事你负不起责 我警告你别胡来 我妹妹要是出了事 你可负不起责任 闭嘴 如果是我 这混蛋 会不会也这样救我 放行吧 是有人偷毒 立刻封锁现场 帮助法医对现场 所有食物水源进行取压 去酒店各处看看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顺便调取一下这里的监控 极恶如愁的弓箭涛 对我们这些商人 一直不怎么待见 他怎么亲自来了 竟然惊动了弓箭涛 我倒要看看 这个小宝庙该如何收场 抱歉啊 不知道您过来 有失远迎 小爷 我没看错吧 真的是你啊 你是 九年前您用拳头 敲晕毒散头子 背我回道馆治疗 我弓箭涛 才能捡回一条命啊 巧了 老拱啊 想不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不过这小爷千万别叫了 叫我方老弟吧 小 小爷 但要是什么样的人物 才当得起弓箭涛这声爷啊 方老弟 今天下午我们抓到了一个中了刀的罪犯 那伤口很像你当年救我时宰的那头野狼 怎么可能 真的是 报告 方老弟 我这儿还有公物 改天我请你喝酒 一定得赏老哥这个脸 收队 这小子竟然跟弓箭涛关系这么好 必须尽快弄清楚 方红这个年轻人的身份 抱歉各位 招待不周 路上小心 欢迎下次光临 这件事 让金尊损失了声誉 这是我接掌金尊以来最大的事了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嗨 美女 方红 你怎么没跟展斗他们一起上车 临时想起来还有个厕所要上 不喜欢和我说话 我倒挺喜欢和你这个大美女 再多待一会儿 不过你不喜欢 我也不碍眼了 走了 拜拜 等等 你喝的那杯酒是不是也有毒 果然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难怪金尊能在你手里 经营的风生水起 你猜得没错 我喝的那杯也有毒 可惜我会医术 没用 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杯子 陈伯 把展老哥他们保护好了吗 我在你前面的车里 按你的主腹保护好了 猎伤 开始 红哥 前面是淋水桥 光线台暗也不太好走 恐怕 开过去 陈伯 注意警戒 随机应变 有人埋伏 开火 防战做得不错 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车有多硬 冲到最前面 看我的 火 火箭筒 什么 除了留下第三辆车的两个女人 其余人全部杀光 他们手里都有短火 一定要提防他们反捕 明白 给我杀 那小的肯定被炸死了 速度要快 必须速战速决 老板不希望这次再出现任何意外 这都是些什么货色 比上里野兽还要凶残 既然这样 就别怪小爷我落手无情 陈伯 我们掩护你 快撤 你们的武器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有人替我指示 找准机会开门跳河 记住 不要犹豫 否则性命难跑 动手 哪里跑 有装弹 他们得耍我们 别让他跑了 跑了一个不打击 你们几个 等等 去看看斩红图 在不在这里 大哥 车里没人 斩红图 一个老王吧 老板 斩红图和斩书慈 并没有离开京敦 他们的元首正在路上 这是个局 赶紧撤 斩红图向凤中捉鞭 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 我们可不是任他宰割的鞭 而是天降山兵 弟兄们 撤 还有生口活着 是 是你 你没被炸死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给我抓活的 我要玩死他 你们造的孽 要还我 人呐 在这里 谢谢 方红 搞定 这是 这小子才多达 要怎样的精力 才能锻炼出 这样一个人形勇气 陈某啊 全都搞定了 指人变成活生生的人 我陈某人今天 真是开眼了 战董他们还好吧 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为什么要留下我 要不是我反应宽 现在早成了孤魂一个 鸟眼总得有观众不是吗 有我在 伤不着 早尾的事 就交给你处理了 我先车了 你这个臭小子 亏我这么信任你 我可不是你的观众 哼 爸 怎么了 什么事让您生那么大气 是那边事情 竟然不顺利 刚得到消息 别动三队 全员覆没 就凭陈碧石那两下子 做梦都吃不下我 萧家一个编队 肯定跟今晚 主动找上你的 那个年轻人有关 就那个穷酸小子 除了斩红图和弓箭涛给他脸 谁还正眼瞧他 愚昧 能在那么多双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斩红图转移 你觉得这小子 是吃素的 立刻去基地 告诉第一 二 两个编队队长 告诉他们不要擅自喜动 方红 我早晚让你知道 什么叫你惹不起的人 方贤帝 今晚的行动还顺利吗 嗯 一切顺利 都是一群咸鱼烂虾 那就好 还有件事 我给你在书词的学校 办了戒毒 明天入学 早上 我派人去揍你 不用麻烦了 张老哥 我自己去就可以 没什么别的事 那我就挂了啊 好的 改天见 就你这点心思 是个明眼人 谁看不出来啊 想让我贴在你女儿身边 就早说 拐弯抹角的什么架 学校嘛 真是让人向往的地方 各种小姐姐 各种大肠鬼 简直就是天堂 果然没让我失望 小枫哥哥 真的是你 你个流氓 是不是又在偷看 人家姑娘大腿 冬月 好久不见啊 小枫哥哥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黄帽丫头吧 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来越水人了 小枫哥 你想什么呢 不是被我吓傻了吧 还是 我打扰你看你孩子大腿 生气了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嘛 大不了 让你看我的嘛 哪 如果你还不满意 等一下没人的时候 我 胡闹 你再这样 我可不理你了 小枫哥 我跟你开玩笑的 真是 还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你哥呢 那牲口怎么没来 我哥最近接了兼职 挺忙的 现在应该在食堂吃饭呢 走吧 小枫哥 我带你过去 小枫哥 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今天我是来报到的 以后就留在这读书了 真的吗 那我们可以天天见面了 你哥 这小子从哪里冒出来的 众目睽睽下 就敢对冬月嫂子动手动脚 是不是活腻了 你哥 要不要搁几个 立刻找机会教育教育他 是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你一句话 求你们立刻上去 把那小子腿给断了 我都吃不到的人 怎么能便宜别人 走 跟我去会会他 我的男神啊 你们怎么了 哎 没什么 肯定又是那些整天跟在我哥后面的小弥卖 韩东方这小子还和从前一样 到哪儿都是被女孩子追捧的对象 真是叶卡叶喜欢呢 我想跟他伤猴子 这杯敬你了 男神在看我 在看我 明明是在看我 哥哥真的是 这大半年不见 你小子是越来越白了 看来以后我得要改口 叫你生韩公公了 方红 这家伙是谁 竟敢捏男神的脸 不想活了吗 方红 你给我松手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个小白脸能把我怎么张 你小子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俩怎么还像小时候那样 见面就掐 真的是 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如果不是看在冬月的面上 我现在就把你打到狗尸时 行不行 四肢发达 脱脑简单的牲口 除了耍弦套 你还会干什么 喂 哦 好的好的 你等等 马上就到 你们俩 我先走了 不要给我惹事 如果给我转什么幺蛾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谁要给你这个深口聊 不会懒得搭理你这个暴力狂 哦 我回宿舍不叫了 你也要干嘛干嘛去吧 气小 还是老幼子 时间不早了 得赶紧去奖费了 臭小子 你感动我们的男神 我腻了 姐妹们 给我咖啡颜色瞧瞧 陷下了 站住 别让他跑了 这些死忠粉的力量 简直看比邪校组织啊 小白你怎么这么受欢迎啊 哦 就是这里了 麻烦把录取通知书 和身份证拿来下 哪个专业 医药专业 学费在费家一起 一共一万一千二 刷卡还是付现 这么贵 姐姐 咱能不能便宜点 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买菜 还能讨价还价 要是真的有困难 可以办理助学贷款 等你以后毕业 有稳定收入了 再慢慢还 我不用贷款 刚才就是跟姐姐你开个玩笑 我刷卡就行 年轻人 有困难别嘴硬逞强 家境不好 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我真不用贷款 你就刷吧 一会儿要便宜 一会儿要刷卡 现在年轻人就会逞强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底气 这 这是 小 小伙子这 这是你自己的卡吗 当然是我自己的卡 怎么了 姐姐 小子 你这可拿我开算是吗 你小子有五百万 还做什么球 就王费格你给我滚蛋 明明是富二代 装什么穷光蛋 一片好心为了狗 晦气 聂哥 你看是那个小子 给我拦住他 同学问一下 先生迎新点在哪儿 往前走 路可左转就是了 前面的傻小子 给我站住 说的就是你 你就是方红 你们是 你先别管我们是谁 搁几个过来 就是通知你一手 以后离我们嫂子远一点 否则复复自负 那请问你们的嫂子是 什么时候招惹了这么一群苍蝇 我怎么没印象 别在这嬉皮笑脸 我警告你 冬月是我聂风的女人 以后离她远一点 不然断你一条腿 真新鲜 从小到大这还是头一回 竟然敢主动找上门来威胁我 在笑 还敢说大话 我让你笑不出来 聂风 你们想干什么 冬月 我就是跟这位兄弟聊聊天 都是师兄弟 我看他出来乍到 就顺便教教他规矩 你们要是知道 小风哥能把山间猛兽 当作腹中石 可以把手掌宽度的树木 拦腰折断 哪怕见你们十个单子 都不敢来找麻烦 怎么 你跟方红师弟认识 那太好了 冬月的朋友就是我朋友 我说他做个小弟 有我罩着 谁都不敢找他麻烦 你看怎么样 小弟你爱当自己当去 不过我警告你们 千万别乱来 不然后悔的会是你自己 我们走 霸气啊 小月月 找个机会 在没人的角落把这小子绑了 先歇他一条腿 你男朋友 怕我伤害他 说什么呢 我就说嘛 我们冬月的眼光就算一降再降 降低到尘埃里 也不可能看得上那种货色 怎么着也得像我这样 玉树临风 潇洒涕躺 有广阔胸襟 强大臂膀 下得了厨房 上得了大床 打得了虎豹 逗得过流氓的 翩翩着实家公子吗 懒得理你 你怎么不去银杏典找我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你是笼子吗 这不是刚弄的手机 还不怎么会使用吗 给我打那么多电话 怎么 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 谁想你啊 你知道你在哪个警示吗 说实话还真不知道 跟我来吧 你个傻子 这宿舍有点破啊 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臭 这个酸腐的臭味 我再熟悉不过了 对你来说 这里面就是地狱 难道说 里面有死尸 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 那是什么味啊 这可是深深映在我脑海中的味道 陪伴了我快二十年了 那就是汉叶角兽等混合在一起的真男人的味道 咱请是最后一个兄弟终于到了 快开门 完了完了 心象全毁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见笑了 不知道有美女来 比较邋遢随意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牧 木子李 三点水加木子的木 我叫发红 也住这个形式 这是我的朋友 韩冬月 你好 冬月 好名字啊 你好美女 我是陈凡 不要急啊 你是方红的女朋友吧 很高兴认识你 那个 好可爱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朋友了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你可真是朋友气不客气啊 你就是个行走的惊虫 蒋金哲 你个书呆子你懂什么 这叫发展人脉 扩展我的朋友圈 这样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姑娘 我今年的任务 就是要脱单 你就等着孤老终生吧 你脱光比较容易些 你 冬月你不是还有很多事吗 那就不远送了啊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记得晚上几点半的新生会议啊 千万不要迟到 放心吧 美女 绝对按时完成任务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方哥 何宇啊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怎么认识她 教教小弟呗 你这样做 只会被女生当成二傻子 还有她不是我女朋友 她也是这里的学生 比我们大一起 一进校门就能泡射学姐的 都是真英雄 还望支点迷津呢 你算是问对人了 哥几个 把手上的事停一下 我有重要事情宣布 今晚球员大会以后 咱们哥几个 一起去个好玩的地方嗨一把 我请客 就当是咱们502第一次聚会 也算你们陪我过生日了 怎么样 你小子怎么不早说 我保证 绝对百分百服从你的安排 有姑娘没有啊 漂亮姑娘 肯定少不了 至于能不能上手 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 你们满脑子里都是姑娘 留着时间 不如多看你 费什么话 去不去 使食物者为俊权 通缉辩者为英豪 我去 我的目的是来保护展书词的 虽然眼下展书词在学校 又有陈碧石安排的保镖 暗中保护 我不能离他太远 这些人第一天认识 如果扫了大家的信 对以后的相处无力 方红你怎么变得这么犹犹豫豫了 你难道忘了你下山的目的了吗 我到底在犹豫什么 方红你呢 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我呢 那我们今晚上不醉不归 走 开会去 希望不会太久 真是容易满足的年轻人 听说这次新生会 是周院长亲自主持的 来的都是院里的大人物 而且周院长有意在这届新生中 收一两个关门弟子 能被周院长认回的学生 想必也是很厉害了 听你们这么说 这个周院长很厉害 华夏中科院院士 罗都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长达数十年的第一主任医师 燕京大学医学院 以及附属医院课作教授 华夏医学界脑神经及骨科态度 世界公认的中医针灸权威 有人曾称之为郭玉在世 贬阙临凡 一针在手 起死回生 你说厉害不厉害 不知道谁有这样的荣幸 中医针灸权威 周院长全名叫什么 周玉才 来了来了 周院长来了 引领着华夏最高医学水平的医者 就站在眼前 这老头看起来挺普通的 但是他的眼神 像一把钢刀一样 直穿人的心灵 刹那间就能把整个人砍头 果然不简单 我很高兴我们医药学院 又引来了你们这一批新鲜血液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们现在还不是人才 不过这里将是你们全新的起点 抛弃掉那些毫无意义的骄傲 做到真正的蜕变 我想问问 你们当中谁知道我们的孝穴 我知道 那谁知道我们的孝穴 孝穴 我知道孝穴 孝穴我怎么没听过 没人是吗 看来大家都是奔着学校的名声来的 罢了罢了 刘副院长 这里交给你了 等等 发红 你知道 怎么会是他 那个发蛋 正义明道 夫人忍者 正其意不谋其力 明其道不计其功 是以众尼之门 无耻之铜 修称五霸 为其先诈力 而后人一眼 大致意思是 劝戒为人者 言行合乎正义 不谋个人私利 看不出来啊兄弟 厉害啊 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不举手 想显摆你比别人强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不好意思 我们医药学院 是一个讲求胆大心系 精诚团结协作的地方 不欣赏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 请你离开 这老头不会是 有意要赶我走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得彻底查一下 这老头才行 我反对 我们可是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好不容易考进来的 凭什么说赶走就赶走啊 这也太不人道了 我也是 这些家伙 瞎走什么热闹 你们干什么 快坐下 怎么 你们想一起 看来你们关系很铁啊 那是年轻人 做事要考虑后果 你们是哪个寝室的 从现在起 你们寝室 所有的人都不用来了 什么 你们给我坐下 这不关他们的事 我方红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自己走 方红 这小子的脸上 竟然没有丝毫的慌乱 而且眼神中充满了 坚定与自信 这种临微不惧的精神 正是我需要的 慢着 你的求学意下 是中还是习 老子学的是中医 这小子竟然跟院长 这么说话 他的前途废了 我这个人从来赏罚分明 错了要罚 对了也要假 作为你回答出 我的问题的奖励 我决定收你为徒 以后 除了学校正常的课业外 你的一切学业 由我把关 什么 这也太随意了吧 放心 我拒绝 这个小子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他拒绝成为院长的徒弟 真是太狂了 他疯了吧 他怎么回事 爷爷可是轻易不开口的 他为什么会拒绝这么好的事情 以后就业的门路 和得天独后的人脉资源 这可是很多人 急把脑袋都想得到的 或者说 他就是个大傻子吧 这小子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呀 有趣 为什么 年轻人 给我个理由 难道你觉得我教不了你 有一点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放红不会真傻吧 亏我还力挺你 你这是把哥们往火坑里推呀 这小子原来是个傻子 他是来捣乱的吧 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那你说说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我之前的意思 被世界公认为中医针灸权威 我能被您认可 想要收为弟子 这对我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但是凡事都有先来后到 我已经有师父了 而且家师待我恩重如山 所以我不能再拜他人为师 而且即便再拜师 也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希望您理解 他有师父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人 比我爷爷还厉害 我也不是非收你做徒弟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记个名当个晚辈 这样吧 你不用当我徒弟 你就跟可欣一样 叫我一声爷爷总行吧 周院长 这是铁了心也要收他 这小子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爷爷 你在说什么 好了 就这么定了 刘院长啊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辛苦了 周老 爷 爷爷 张鸿图 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人呢 这小子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 周老什么时候成在乎面子的人了 这小子怎么样 还可以吧 跟你说实话 小展 这小子是针对我的脾气 你说的没错 你这次啊 没办错事 周老会也识诸啊 哥儿几个够一些 不惧院长的威严替我出头 这份情意 我收下了 以后你们谁有事 我必定两位插刀 方红 说真的 你这次拒绝了院长收徒的提议 就是错失了一次 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你不后悔 我看未必 别忘了院长最后可是说 跟可欣一样 叫我爷爷 这就证明 院长是真有意愿 把方红招入麾下 真不知道周院长看上你什么了 我真的嫉妒 或许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 周院长想找我当孙女婿 我知道 你们嫉妒我有一张 比你们都帅的脸 能吸引来无数小姐姐 我呸 火箭皮都没你脸皮厚 敢不敢比一下 今晚谁撩的妹最多啊 我有什么不敢 我去 李牧你小子真行啊 这车一定特别贵吧 你家真有钱啊 你小子还挺懂行 不过今晚的重点可不是车啊 这个点他们都要等着急了 果然美女和车对男人构成的诱惑 是与生去来的 只可惜我连驾照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李牧你们终于来了 一会儿见到姑娘 你们可别太惊讶 你们来晚了 可得要自罚一杯 不然我这几个姐们可不答应 没问题 美女体的要求 怎能不照办 这小子厉害啊 喝几个 别拘着了 短体酒杯 跟姑娘们喝一个 没你们好 我叫发红 小友和舒慈 陈伯竟然放心让舒慈 来这种云荣混杂的地方 我跟舒慈喝一杯 平时在班里 见他一面比登天还难 不喝 可是不给面子 小说喝多了 时间也不早 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不能走不能走 这还不到十二点 时间还早呢 倒嘴的天鹅 哪有非走的道理 今晚一定要把它拿下 舒慈他好不容易 参加班级聚会 现在就走 太不够意思了吧 今天的单全部算舒慈的 我们现在把所有单都买了 这样够意思了吧 可以走了吧 你可以走 舒慈不行 他是我们同学 今晚说好的不醉不归 玩尽兴 今晚他必须留下来 凭什么 就凭我有钱 今晚的单全算我身上 至于你想带他走 没门 看样子 他们是遇到了麻烦 不过这小子 敢在这里招惹他 恐怕是活腻了 好痛啊 什么人 居然敢动我 别逼我动手 我可是练过的 我的胳膊 闭嘴 闭嘴 再叫把你胳膊掰断 郭小姐 您带斩小姐先走吧 陈伯的车就在外面等着 这小子小给我 真是的 我什么要喝这么多 你们先喝着 我去个厕所 你可别吊里面啊 哈哈哈 风哥 你看那是不是今天白天 叫方红的小子 真是冤家路窄啊 既然如此 今晚我就要卸他条腿 让他知道只有强者 才配拥有 俘虏女人的权利 真巧 方红 你怎么在这 看不出来 你们也会来这种地方 哎呀 还不是为了陪数次参加同学聚会吗 正好你在这 麻烦你件事 我有事得回公司加个班 还得麻烦你帮我把他送回寝室 送他到哪里 小莹姐姐怎么知道 我们寝室还有空窗位 当然是女生寝室 你脑子里天天都在想些什么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你表情我怎么有点不放心呢 放心吧 我凤红什么人 小莹姐你还不清楚吗 快去上班吧 这么看他还挺好看的 只可惜脾气大臭 真不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必须成什么样 我 我 我要 什么 这 这 水 你 鱼儿 我渴 有水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大转气 害我白激动一场 小老爹 你可要撑住啊 虽然她是你媳妇 但你也不能在这里交代了 嗯 鱼儿 你真好 我说媳妇 等你醒了可千万别怪我 不是我想吃你豆腐 这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 喂 李沫 咋了 你小子掉厕所里了 这么久还不出来 有人在四处打听你 你是不是背着我们惹事了 我像是那种遇到失就跑的人吗 我现在在外面有事要办 帮我盯紧那人 我拜完尽快回去 有事要办 说 你小子是不是拐了别人女朋友 畏罪潜逃了 废什么话 钱挂了 等我回去 按理说这里没几个人认识我 会是谁啊 姐姐 我朋友喝醉了 我送她回来 麻烦您开下门 我好送她进去 谁是你姐姐 一点尊卑位分都没有 知不知道男生不允许禁女警 这么晚呢 要是你在里边干点什么事 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您看我像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坏蛋吗 那可不一定 我守在这里十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你们这些男人 口是心扉 没一个好东西 那把她交给你了 你送她上去总行了吧 这不是二零一寝室的展书词吗 这样吧 我给她设友打个电话 让他们下来接 阿姨 放心吧 书词交给我就好了 这个男生跟书词什么关系 难道说 早知道直接送她回沁园了 女生最爱八卦 明天再让她知道亲的人是我 恐怕会直接抱走 不管了 当务之急是先回蓝带探清楚情况 站住 终于找到你了 风红 没什么大事 要你条腿 不过分吧 聂风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想歇我腿 就看你有这个本事吗 考树的鸭子嘴硬 鸭子一会儿就让你乖乖跪下来舔鞋 我上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不知所谓的混混 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 那则就是绝不被他们 第二次站起来的机会 往哪里跑 你招惹谁不好 被找上我方霸天 你刚才是不是说要信我条腿 双红 有种等我叫人来 这可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你想玩 我陪你 我在蓝带里面等你 这很快的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你给我等着 老子要你狗命 凉凤 我喜欢这儿的时候了 蓝带给我收拾一个叫方红的小子 想他从此 生活不能自理 没问题 我替你收拾他 你小子 一声不吭地跑了 眼里还有根儿几个吗 干了这边 我就原谅你 可以一杯而已吗 我去 方红你 这样够意思了吧 哇 太亮了 方红 一口气喝了食品 你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啊 我有独门秘术 酒精对我起不了作用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一直喝 方红是哪位 经到麻烦来一趟 又有人找方红 你小子到底干什么呢 那家伙很眼熟呢 是杨风 他爹可是金尊女王手底下 三郎一虎中的贪郎 杨天奇 方红的小子 不会惹到他了吧 方红 你别过去 那可是杨风 他可是出了名的恶少 为人凶残至极 一会儿 我们掩护你 你赶紧从后门跑 别担心 他对我够不成威胁 你们继续玩 我去会会他 我就是方红 没想到我已经这么有名了 找死 这小子力气这么大 以后给人当狗 最好先弄清楚 对手是谁在动手 否则就像现在 要有断腿的觉悟 不哥 就是那小子 杨风 杨风 在兰黛还有人敢动他 不怕贪狼弄死他吗 你是什么人 敢在这儿闹事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兰黛嘛 如果没猜错 或许跟金尊还有点关系 不过 你好像对我 还一无所知 有意思啊 但年轻人这么狂妄 还从来没有人 敢在我地牌上这么放肆 你担不起后果 伯哥 不好意思啊伯哥 这是我朋友 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我在这里先向你道个歉 希望你别太介意 李老弟 你这个朋友很狂啊 敢断贪狼儿子的腿 在我这里 还从来没人 敢找这小子的麻烦 我倒是不介意 但贪狼 肯定不会善把甘休的 这小子 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什么人都敢惹 你 你别过来 你干什么 你在伯哥面前 你等我试试 这小子是个罕人哪 你们这些人啊 总是对自己太宽容 自己经常欺负别人可以 却容不得别人伤害自己 可我说 你们就是欠编 还来 对不起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真可怜哪 你这委须求全的模样 都快让我觉得自己 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了 希望你长点记性 以后找我麻烦前 先掂量掂量 陪我警告你 冬月是我妹妹 你要敢用肮脏的手段对她 可就不是山尼吉巴掌 断条腿这么简单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再烧热她 慢走啊 冯大哥 慢着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跟聂风的恩怨如何 任杨风的事 你必须有个说法 我可没打他 是他自己走路不小心崴了脚 怪我咯 不过 我可以当一回好人帮他治治 我可是医生啊 你 你干什么 不要过来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幸亏遇到我 不然你可就废了 你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吧 你我老实点 是这儿 不疼了 竟然 还有点莫名的舒爽 好了 人我也治好了 可以走了 风红 你 对我做了什么 关节错位的接骨手法 我也会一点 但是 这明显不是关节错位脱臼 就那么简单 发生了什么事 金尊女王舒心来了 舒姐 风红 好久不见 舒心姐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是不是想我了 我们昨天不是刚见过吗 昨天我们见过吗 舒心姐姐忘了 在你的梦里啊 臭小子 你还是这么没正形了 这小子竟然认识舒姐 怪不得敢在这里叫嚣 愿不愿意跟我去包间坐一坐 是坐一坐 还是坐一坐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 风红 还是高人啊 坐 舒姐姐 你今天跟我昨天在梦里见到的 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啊 哦 有什么不一样 梗大了 你在看什么呢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你的眼睛越来越大 越来越有神了 你的思想比我还龌龊啊 嘿 现在也没有别人 你这么晚赶来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是关于那杯毒酒的事吧 你怎么知道 这点小事能瞒得了我 关于这件事 希望舒姐姐能说点我不知道的情况 哇 舒慈 你醒了 昨天晚上那个小帅哥看得还不错啊 你能朋友 星姐 你说什么帅哥啊 就是昨天晚上抱你回来的那个啊 你忘了 别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喝大了之后 连谁送你回来的都不知道 我都做了什么 舒慈 你好点了吗 小影 你都做了什么 昨晚你是不是把我交给那个臭流氓了 虽然公司有点事 正好在酒吧碰到了方红 就让他送你回来了 你对他真是太放心了 他不是你的保镖吗 怎么 难道说他对你做了什么 方红就是个混蛋 不行 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昨晚的事 方红 给我站住 我要宰了你 有话好好说 我可没怎么找你啊 小废话 冷 冷静啊 是梦 杀死我了 竟然梦到展树寺这个母老虎 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兆头吧 已经下午了 好久没睡这么久了 什么人啊 别着急 来了 方红 谁啊 还让不让人睡了 请问你是 我是你们的代班长 刘浅 李牧 陈凡 蒋金哲 方红 是你们四个吧 怎么了 是我们 你们闯了大祸了 闯祸 我们闯什么祸了 你还有脸问 昨晚院长亲自带队查请 你们不在 今天全校动员大会你们也没来 害得咱们班的同学 被全校通报批评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 今晚的班会 你们别再给我搞什么幺蛾子 班里有你们这样的助手 真是我们的耻辱 要哼 那倒是劳烦留带班长跑一趟了 不过我们晚上可去不了啊 麻烦你跟班主人说一声 趁好时间我们单独找到道歉 你 不把我放在眼里 可以 等你们被赶出学校时 别哭着来求我 这 这样不太好吧 他毕竟是班长 气 还不是个带的吗 带子还没去掉 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他真以为自己是鸡毛 那晚上的班会 咱们去不去 去啊 为什么不去 所谓的带班长 咱们可以不放在眼里 但老师还是要尊重一下他 但事情的发展 却出乎我的意料 这次的班会内容就是 方红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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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我以三十五比二的票数 碾压了刘钱 成为一七零三班的班长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明明如此的优秀 而且辅导员谢冰 对我的态度 也有点一言难尽 I want to 我人缘这么好嘛 是不是在新人会议上 我的表现太突出了 方红 你给我等着 谢老师 等一下 为什么谢老师这么看好我 我的表现可没那么优秀吧 我知道你方红绝对能够胜任这个班长 甚至依你的本事 就算把我这个班主任的位置 让给你来的 问题应该也不大 谢老师此话何意 半个月前 卢都国际机场 你都看到了 当时我就在那儿 看得清清楚楚 你那天在机场 对那名孕妇的应急处理 我觉得即便是目前华夏 最有名的应急医疗队 也不过如此 如果当时我没看错的话 你只写的那一针 应该是如今中医界 早就已经失传的真就手法 玄针 没错 当时那一针 的确是如今华夏中医界 失传已久的玄针 那是老道张福指 早年从一块破损严重的 石碑一点上脱下来 潜心钻研了数十年 才得以重现的一门技法 名为刺魂 既然老师在场 为何不出手相助 很惭愧 必须承认 当时在机场 眼见那个重伤孕妇的第一眼 我确实犹豫了 事发突然 我也担心一旦急救失败 损失不可挽回 家属会找麻烦 也正因为我的犹豫 才让你杰足先登 也让我见识到了 你神乎奇迹的针灸手法 所以我很欣赏你啊 那您先忙着 我先撤了 方红 你小子跑这么快干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瞒着我们呢 有个大美女 一直在找你 秘密多了去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 等等 大美女 诶 这书死 方红 终于找到你了 哟 瞧瞧这是谁 书死一天不见就想我了 装 方红 有本事你就继续装 你个混蛋 流氓 你 无耻 独此 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咱们有话好好说 我怎么就流氓无耻混蛋了 当着这么多人 你可不能污蔑我 污蔑 昨天晚上你都 对我那样子了 你竟敢抵赖 是你自己对我又搂又报的 怪我咯 我还没说你占我便宜呢 你反倒跑过来指责我 你这个混蛋 我要杀了你 杀我 可没那么容易 本大爷还有事 不陪你玩了 哎 你们听到了吗 方红竟然拱了这么好的白菜 原来方红是个渣男啊 提裤子就不认人 真不是东西 你给我站住 混蛋 今天不追上你这个混蛋 我是不罢休 站着不动让你打 你当我傻 想追我 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吗 你都是我媳妇了 还追我干嘛 混蛋 牛芒 谁是你媳妇 这个场景和今天做的梦很像啊 这下可不好办了 哎 嗯 我的巧 嗯 这个白痴 你是个白痴嘛 真以为能追上我 嗯 还起得来吗 让我看看 机会来了 抓住你了 看你往哪跑 哼 哎 人呢 跟你说过了 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 怎么回事 我明明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腕 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点本事都没有 还怎么给你当保镖 小妞 白白了您呢 不陪你玩了 方红 我的腿 方红 你对我错了什么 看样子你不是装的 真受伤了 不对 这个伤口是咬伤 不要你管 离我远点 啊 啊 这个声音是 哪儿的蛇 是伪住月星 她的毒性可是超强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就是她咬了树子 哼 先除了你 树森 你坚持住 这里没人打扰 我现在就帮你解毒 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差呢 还是运气好 一般人被这种蛇咬了 绝对撑不过十分钟 不过现在有我 好难受 好热啊 等等 救人要紧 我 幸好没人 第一步要防止毒血扩散 今天就让你知道 你的男人有多么厉害 偷袭 有敌人 说辞 你把说辞怎么了 ,有色狼啊 来人啊 都给我闭嘴 我是来救人的 救人 骗鬼呢 衣服都脱了 你这个变态 快见过啊 看看这个 蛇 放心吧 已经死了 殊次中了蛇毒 再耽误下去 神仙也救不活 麻烦你们安静点 你一起他人注意就坏了 蛇毒 那快点把他送到医务室啊 医务室可办不了这种事 但是我可以保他平安无事 什么 你有什么办法 你们看着就是 我可是一名医者 幸亏随身带着家伙 毒液已经扩散掉整条腿了 玄珍 即使用这个将乌血逼出来 去吧 就是现在 搞定 然后就是 你看清楚了吗 刚刚他做的事情 没看清楚 不过他现在在干什么 怎么看都不像在救人啊 不得不说 真是一双好腿 那我开始了 我去 放紧吧 这就是个变态啊 这里没有草药 为了一番万一 只能这么做了 我从小尝遍了各种草药 我的唾液可是有消毒止痛之功效 你们不要想歪了 你的嘴怎么了 一点点蛇都残留而已 不要紧 还有警告你们 被蛇咬伤 千万不要用嘴吸溜 快死人的 好了 舒子就交给你们了 舒子 你醒了 真是太好了 你好点了吗 清姐 婉儿 你们怎么在这里 当然是两个孤单的人来天台散心啊 哪像你呀 我受欢迎 这不刚一来就碰到了你们 我怎么在这里 风红呢 刚才那人呢 他对我做了什么 他已经走了 听他说你被毒蛇咬了 所以来这里给你解毒 蛇被他带走了 毒蛇 你男朋友好有型啊 人体贴长得不错 还会医术 舒子我真羡慕你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唉 又开始饭花痴了 你们搞错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不是你男朋友 还舍命为你解毒 这家伙不错啊 对啊 他的脸当时就整了个包子似的 方红 就放这儿吧 嗯 这是什么 蛇脚 蛇脚又名吸毒石 相传此时奇性制毒 但又能吸收剧毒 这东西可是罕见之急 我的运气这么好 让我来试试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好使 片刻之间就将毒给化解了 比我的化毒绝还要快 阴差阳错竟捡到这么一个好玩意儿 不能让你这么白白死掉 嘿 好久没吃过这种野味儿了 真香啊 那我开动了 嗯 什么玩意儿 这是 吹一种蟹 小虎子 有些东西可不能乱吃 会送命的 啊 很好吃的啊 你要不要来尝尝 可惜缺了点子然 哼 你就是斩书词的保镖 吃了老子的蛇 我今天就活剥了你 哼 原来是冲我来的 所以你真的不来尝尝吗 不然可就没机会了 没机会的 恐怕是你吧 宝贝们 给我上 这是 还有这么多啊 可惜吃不下了啊 小子 死到临头还最硬 今天你能死在我蛇鬼手下 是你的荣幸 死吧 哼 只有这种水平吗 就凭这几条小蛇就想弄死我 好快的动作 我竟然看不清了 还差得远啊 这是 小子 你用的什么招数 作为一名医生 手术道是必须品 这就是我的手术道 小子 是我小看你了 不过你等我等着 下一次就是你的死期 什么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他怎么会这么快 我今天就不信了 你跑不了 过来 什么情况 等等 你要干什么 这是个玩儿 受假饶命啊 我只是拿钱办事 是谁让你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啊 我对天发誓 如果我要半句假话 我不当好死 少下 你就把我当成屁 给放了吧 你看我像个傻子吗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我有三百六十五种方法 让你死的痛快 风虎 发生什么事了 数次刚给我打电话 说有一场情况 陈伯啊 你们反应有点慢啊 不过我已经解决了 以后得家乡安保了 应该是怎么让这种 搂搂混进来的 这不是世界杀手 排行十四位的蛇鬼吗 据说可以操控毒蛇 没错就是他 也不过如此 那些蛇麻烦你找人清理一下 这里交给我 绝对清理的不留一丝痕迹 陈伯做事一向让人放心 就不打扰你办正事了 先走了 拜拜 慢走 我送 这个小子可以啊 竟然让我这么狼狈 好久不见呢 影子你的演技真行 都差点被骗了 今天我欠你一份人情 我回去一定给你求情 让他放你一马 求情 你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 你什么意思 我可没说放过你 我只想亲手宰了你而已 不对 应该是你 这么晚了 方红怎么还没回来 谁知道他跟妹子干什么去了 我才离开这么一会就念叨我 我明白 像我这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帅哥 难免会被男女老少计语 方红老实交代 你跟那个小姐姐到底什么关系 是啊 臭小子 怎么你认识的都是美女 我们几个可都还是单身汉 各位爷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关系 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的话 他是我的雇主 你别胡说八道 是不是一手抱着寒冬月 另一手勾搭别的小姐姐 大家怎么说都是一个寝室的兄弟 有这种好事也不介绍给我们 我去 这才几点就熄灯啊 学校为了省电呗 行了 搁几个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军训呢 激口 你说啊 咱们班的教官 会不会是个美女啊 据我推测 不太可能是女教官 是谁说不太可能是女教官 怎么 看不起女教官 我去 玉姐 这个姐姐好帅 我要嫁 所有人听好 方阵里不许交头接耳 下次再让我发现 打跑五圈 好凶啊 跟你们说话没听到 听明白了的话 必须立刻回答 是 教官 早上没吃饭 声音太小 我听不见 是 教官 你呢 你呢 为什么不回答 我 那个确定要我大声说吗 我怕你受不了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听明白了的话 必须立刻回答 你这样的刺头我见的多了 我有一百种方法对付你这样的人 最好给我老实点 听明白了吗 是 教官 我说过你受不了了吗 非要让我喊 这下又惹事了 我的耳朵 发生了什么 方红你小子真行啊 都快被你震聋了 你嘴里装了喇叭嘛 教官不醒人事了 快把他送医院 有我在 还送什么医院 必然小事 我保证他立马醒过来 他在干什么 我怎么晕了 搞定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只是服从命令 是你自己受不了晕过去而已 你可不要赖我啊 陈伯 喂 陈伯 喂 熏熏期间不能打电话 方红 我在你们学校门口 您快出来 抱歉 我有急事 要离开一会儿 你给我站住 我同意你出去了吗 我记住你了 能被你这样漂亮的小姐姐 记在心里 是我的荣幸 回见 你 陈伯 我出来了 方红 这边 陈伯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先上车 我再跟你细说 难道说此处什么事了吗 这件事 还真和大小姐有关 上面要拍卖一块地皮 拍卖会今天下午在金尊举行 集团高层全部出席 包括小姐在内 这次参加会议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萧镇父子也要参加 上次的事件恐怕和他们有关 要提防这两个人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董事长让我带上你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请你让开 我想不明白 你不是一直单身吗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的追求 其实你可以试一试的 也许我们很合适呢 张总 我觉得 但凡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 现在都应该体面地离开 而不是像你一样 没有尊严的死缠烂打 白兵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如此低声下气地哄着你 想让你给我一次追求的机会 难道你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大哥 女孩子可不是这么追的 总不能人家一拒绝你 就恼羞成怒吧 如果个个都像你这样 那跟冰凉为昌有什么区别 哪里来的大头兵 鬼边去 我的是轮得到你管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你凭什么让我管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否则别管我没提醒你 你这身西装革履的皮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扒下来 小子 别逼我 白部长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 只是一点小摩擦 劳烦陈伯费心了 那就好 陈伯的眼神怎么有点奇怪 陈伯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 没什么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不成 方老弟 都来了怎么没进来 战红图 这不是有流氓调戏小姐姐 恰巧被我碰到 哪有不帮的道理 你说谁是流氓 等等 这小子才多大 竟然能跟战红图称兄道弟 这不是张总吗 发生什么事了吗 陈总 都是误会 我刚才想请贵公司的白部长 喝杯咖啡来着 不过既然白部长没空 那就算了 我里面还有点业务要谈 就先失陪了 这天底下还没有我张鹏吃不到的女人 白兵 你就等着让爷好好快活吧 来 方老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宏图集团财务部的白部长 财务管理方面的一把好手 你好 我叫白兵 刚才的事情谢谢你 哼 我叫方红 为美女解忧是我的荣幸 尤其是你这种大美女 好了 楼进去吧 嗯 这还说词 啊 方红 哼 身体恢复得挺快嘛 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虽然我艺术不错 但也不是神仙 你应该多休息才对 我已经没事了 那个 谢谢你 我不是听错了吧 战书慈小姐也有道谢的时候 方红 你怎么来了 小莹姐 你穿军装的样子还挺帅的嘛 那是 主要是弟子好啊 我先进去了 不打扰你们促进感情了 嗯 为什么看到他们在一起 我心里会这么不舒服 难道 我喜欢上了他 来来 方老弟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任老的秘书 黄华 嗯 果然是少年英才啊 难怪任老姨在嘱咐我 一定要亲自跟你道谢 道谢 我可不记得认识什么任老啊 还记得上次 你在经尊救了那个中毒的女孩子吗 那是任老的亲侄女 本来今天任老是想亲自过来感谢你的 但是公务繁忙 脱不开身 特地嘱咐我 一定把感谢带到 黄秘书严重了 我当初救他 并不在意他是谁谁谁的侄女 只是秉承一颗生命面前 人人平等的人意之心 救人危难不曾言报 甚至不记挂在心 果然品性成良啊 王秘书 展总 什么事儿笑得这么开心啊 不知道肖某有没有资格分享一下 肖镇 肖总那天也在吧 这年轻人救人的时候 肖总肯定亲眼目睹了 有印象 有印象有印象 我记得那天是有个年轻人 救了任老的侄女 不过当时人太多 我只远远看到一个背影 一直没看到正面 那天精尊中毒事件 还有宴会后的追杀 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现在还能在这谈笑风生 这老狐狸 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那天救人的 就是这个叫方红的年轻人呢 原来他们口中的天才就是你啊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我任老侄女时 听医生们说 救他的那个人 简直就是天才 前途不可限量啊 肖总过奖了 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职 不像某些人 只想着用步伐手段来谋得利益 也不怕段子学孙 方红 你别炫口奔人 我说的是某些人 萧公子这么激动干嘛 你 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呢 既然我待在这儿会打扰了萧公子的姓 那就只好回避一下了 方红 你还真是在找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这么早离开 是有什么事吗 嗯 我现在就回去 好的 我知道了 找办 你们是谁啊 受人委托 抱歉了 你们干什么 啊 救命啊 白兵 想跑 凌雷 方红 正好可以提醒他一下 方红 白部长被人绑架了 我看到了 我现在就去追 陈墨 你知道白部长有什么仇人吗 据我了解 白部长还真没什么仇人 如果有的话 就是整天缠着他的张鹏了 不过我也不能确定 我先去追 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书死这边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这边我看着 哟 这不是方老弟吗 有什么事吗 老公 帮我查一辆车的信息 屋牌照 刚从金座离开 我需要知道他开哪去了 小问题 发生什么 算了 你小心一点 随时保持联系 不敢伤害白兵的话 不管你是谁 都会亲手把你撕碎 嗚呼 哇 哥哥好厉害呀 那是 我这车在这里 还没遇到过对手 我说第二 没人敢说 第一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 有没有搞错啊 自信哥 方老弟 我查到了那辆车 在蓝烟大道和中兴路路口附近 他现在拐进了一个小胡同意 谢了 老公 我还当是什么任务 原来就是抢个女人 这老板挺阔绰啊 这钱就是白捡的呀 嘿嘿 这些钱够咱们快活一阵子了 你说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抢人 会不会 放心吧 这位老板能耐可大着呢 别担心 走 我们喝大酒去 什么声音 好像有人撞了我们的车 我去看看 这哪来的自行车 我去 是哪个狗同意干的 怎么了 有人碰瓷 就是你们绑架了白兵 哼 原来是来逞英雄的 我是不是看错了 一个毛头小子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小子 石像点赶紧滚 不然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给你十秒钟时间 十秒钟太长了 小子 胆子不小啊 敢打扰小爷我睡觉 活腻了吧 我说白兵人呢 你小子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可没时间跟你废话 我也没时间跟你废话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打到你说 怎么回事 我的胳膊动不了 刚刚那小子做了什么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把白兵弄哪儿去了 枪可不是让你用来吓唬人的 老实交代 绑架白兵是谁主使的 人被你们带到哪儿去了 不然脑袋开花的 就是你了 我 我说 我 真是个有物啊 难怪外面的男人都说 你们宏图的五朵金花 最想征服的就是你白兵 像你这种女人 一般的男人还真不敢下手 美酒配女神 真是绝配 这味道棒极了 我张鹏看上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 这不是你想拒绝就能拒绝得了的 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 我就不会伤害你 这个 忍者 你敢骂我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哪里 就算宰了你也不会有人知道 哎呀抱歉 宝贝打疼你了 谁叫你这么不听话呢 我真的很心痛啊 不过你害怕的样子 真让人兴奋 来吧 让我们开始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吧 你这样的变态真是让人恶心 什么人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禽兽 对女孩动手更是不可饶恕 白姑娘不要怕 我来说是个垃圾 又是你这小子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犯婚 问 你们怎么搞的 有人溜进来了 你怕想不想混了 把他给我抓起来 喂 什么情况 人哪 别喊了 你喊也没人听得见 你的人有点不惊论 你说什么 小子 你胆子不小啊 敢来我这里闹事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个重要吗 我的目的是救白兵 顺便教你怎样做人 教我做人 口气不小 别以为打过几个没用的保镖 就可以在我面前为所欲为 听你这意思 你很厉害的样子 我倒是有点期待你的表现了 这小子等死吧 敢在我面前嚣张 要知道有时候装 谁要捕出醒的代价呢 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双结棍 有点意思 来啊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哼 一会儿跪地求饶的时候 不要怪我心狠手了 来啊 速度太慢了 而且你能不能闭嘴啊 吵死了 这小子 你竟敢打我的脸 要把你宰了 给我死吧 你就也叫打架 太让我失望了 滚到我了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本性 你 这才是揍人 方红这么厉害 这小子 力气怎么这么大 我的肚子 可恶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都不许动 救人是吧 陪我跪下 不然我现在就把他宰了 给你三秒时间 凭你也敢威胁 我的胳膊 还没开始就怂了 你似乎还没搞清楚 该下跪的是你 接下来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你以为你是谁 敢这么对我 我老爸会宰了你 我这个不用担心了 我会先宰了你 只要你放过我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金钱美女全都应有尽有 我张鹏说到做到 你说的这些很有诱惑力 那我就收下了 不过 不过什么 我保证以后不会找你麻烦 不过虽然我答应你了 可这还有一个人呢 我不会对你动手了 至于美女答不答应 我就不能决定了 这个人渣交给你了 白兵是我太冲动了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骚扰你了 你会原谅我的对不对 去死吧 别了 嗯 厉害厉害 段子绝三角 这是他应得的 多谢 怎么了 我的手好痛 让我看看 这是长时间血液不流通造成的愚种 这人渣也太狠了 你稍微忍耐一下 可能会有点痛 你要干什么 等一下 这感觉 好舒服啊 全身心都通畅了 真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风 我感觉到了风 好清凉 我的身体从未这样轻松过 好厉害啊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不 请不要停 没想到方先生有如此高超的医术 谢谢你来救我 如果要感谢的话 就不必了 我们换种方式如何 我可是已经忍了好久了 我在这里 不太好吧 你在想什么呢 你觉得我像那种随便占姑娘便宜的人 走吧 这里会有人来清理 要说感谢 不如请我吃顿饭如何 饿一天了 哦 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火锅 请二位慢用 哇 真是让你破倍了 随便吃 都算我的 哇 好久没吃过这样的美食了 真是色香味俱全啊 就像白小姐一样 方红 你瞎说什么呢 麻烦让一下 嗯 好吃 白部长 嗯 白部长 你没事吧 陈伯 我没事 多谢方红相救 啊 你想烫死我啊 抱歉 方红 我太着急了 改天份晚快 谢谢 你是着急来蹭饭吧 张鹏的事处理完了 放心吧 一切妥当 不过 不得不说 你干的真漂亮 您对白小姐这么上心 不会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你想多了 我只是担心白部长的安危 啊 你们在说什么呢 难道方红看出什么来了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啊 没错 白冰是我的女儿 可是因为一些原因 我必须得隐瞒我是她父亲这件事 还说什么都没有 你的眼神早已出卖了你 嗯 想金哲 喂 我是方红 喂 你的小子一整天跑哪里去了 确实你都在找你 你知道吗 周院长找你 赶紧回来 如果回来 你就可以收拾东西滚蛋了 周院长 他找我干什么 啊 抱歉 我有事要先走了 啊 这么急吗 你饭还没吃呢 就不打扰你们了 方红 你别乱说 嗯 嗯 陈伯 有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嗯 方红这小子肯定想歪了 那个 陈伯我也有点事 先回了 抱歉 好 你慢走 抱歉 白冰 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是我亏欠你的 我会用我的余生来补偿你 一定 院长 你找我 哼 你可算来了 听说你仗着是我徒弟 在学校肆意妄为 看来这里太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 这么高的帽子 我可不敢戴啊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还敢狡辩 校长都亲自打电话来说你公然冲撞教官 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当回事 我真是看走了眼 才会把你这种纹固说为弟子 周院长 既然您不相信我 把我叫来也是浪费时间 倒不如直接开除我 这样给您以及校长都有一个交代 范红 你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 前途最不可限量的 我不希望你的前程因此而终止 校长那边我会帮你通融一下 但是仅此一次 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 以后我将时刻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留情面 滚出去 您教训的是 我这就滚 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的主要任务可不是来上学啊 斩红图 你到底还有什么目的 算了 既来之 则安之 下一卡 去 立正 收拾 行 今天起 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 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 不要给我惹事 报告 凤红前来报到 哟 瞧瞧是谁来了 他来了肯定要发生什么事 不得不说 我有点期待了 都给我安静点 这位教官可是出了名的大脾气 你们三个在那嘀咕什么呢 给我出来 完了 我说过 说话要打报告 还有你迟到 最讨厌不守规矩的人 在我这里 不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 他就是方黄 这小子害我们全体被领导批评处罚 看我怎么受伤 你们真够义气的 跟我一起受罚 谁想跟你受罚呀 把我的话当耳房疯吧 每个人两百个俯卧城 谁敢偷懒 或者少做一个 你们全都受处分 什么 两百个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干脆杀了我吧 等一下 我有意义 这是因我而起 跟他们无关 这个罚 我替他们受了 你想逞英雄是吗 你准备怎么替他们 这可不是两百个俯卧城就能解决的 不不 连他们三个都一起 八百个俯卧城 如果五分钟之内做不完 我保证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我做完了 那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而且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八百个五分钟 当我是傻子吗 根本没人能玩得成 我倒要看看你想要耍什么花招 八百个 放红真疯了吗 放红够意气啊 我听你 我答应你 希望你不要反悔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到时候希望你不要反悔 抱歉 师父 我要用内招了 五分钟八百个 希望他不是乱说的 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假的 依我现在的状态 五分钟八百个 确实不可能完成 不过用了这招 我肯定能行 总是所定的 没办法了 一绝位将激发我的全部前面 力量也会大幅度地增强 怎么了 他要变身了 这小子刚刚对自己做了什么 我要开始了 你们千万不要眨眼睛 接下来 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奇迹 我现在已经激发出自己的最大潜能 力量是正常人的十倍 只不过 五分钟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快看 地面陷进去了 好快 这个男人好强 他是人嘛 不好了 又怎么了 我的头好晕 为什么我怎么碰到些麻烦事 偏偏在这个时候 快去叫少医 晕训到这个时候 因为战军姿或者各种训练 晕倒躺下的血声不少 他基本上都是因为劳累或者脱水导致 最后也得有惊无险 他脱血了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臭 这不像是咒术的症状啊 救 救我 到了 他无法呼吸了 急救术我还是抖一斜的 来不及等小医了 先给他人工呼吸 慢着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不要命了吗 你小子干什么 我刚才是救你一命 他现在的症状 一看就是中毒的症状 如果你给他做人工呼吸 你也会中毒的 中毒 快给我准备些水 越多越好 同学 你忍耐一下 我们已去东 小心 好恶心 什么东西吐出来了 把水拿来 等等 同学 麻烦请你让开 抱歉 再给我一些时间 还好我的蛇脚还在身上 用过蛇脚之后 应该没什么事了 这是我们校医的事 我再说一遍 请你让开 不要以为自己学了几天医术 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张嘴 我说 让开 你要给他吃什么东西 这是可以解读的蛇脚 蛇脚 是吗 别开玩笑了 你 把这暗示的小子弄走 蛇脚这种不存在的东西 你怎么会有 小子 劝你多读书 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 哼 那就交给您了 毕竟您是专业的 浪费时间 他问题不大 扎一针就好了 来 把他扶到医务室 好 都散开 这没什么好看的 请问这位同学的毒已经化解了吗 放心吧 毒已经解了 他现在没事了 我有个疑问 你看都没看 怎么准确的知道他种的是什么毒呢 你给他注射的什么 方便说一下吗 臭小子 你懂什么 我可没闲工夫跟你闲扯 你是着急销毁证据是吗 你胡扯什么 年轻人 话可不能乱说 我可是医生 小子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们走 这姑娘中的毒跟你有关吧 或者说毒就是你下的吧 你 身体颤抖 流汗 面色发黄 这是极度紧张的表现 看来这里面问题不小啊 小子 你最好拿出证据 诽谤学校老师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抱歉 我没有证据 黄红这小子不是在故意岔开话题 我看他就是宠能 等着看他的笑话吧 我看人是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 把你的药箱打开让大家看看可好 我想结论就在里面 没工夫跟你闲扯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们走 等一下 请把你的药箱打开 麻烦 请你配合 行 你们看吧 请问你为什么带这么多药呢 身为校医 带着药品很正常吧 我必须要确保学生万无一失才行 你的意思是 还有其他学生也中毒了 哪里来的混小子 敢坏我好事 不要比我动手 哈哈哈哈 我看你是电影看多了吧 哦 是吗 臭小子 你给我吃了什么 没什么 毒药而已 这毒药虽然不致命 但是足以让你生不如死 说吧 你都干了什么 你逼我的 给我死吧 小心 不要大意 小子 哼 反应挺快的嘛 这家伙我来处理 来啊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我投降 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 是我败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个打杂的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么这些学生就危险了 放心 有我在他们出不了事 这个家伙交给你了 周院长 事情就是这样 混蛋 那个畜生竟然做出这种放箭天良的事情 他人呢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中毒的学生还好吧 已经发作的学生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听他的意思 是还有更多的学生中毒了 只是还没有发作 这是血药 这是什么药 我检查过了 没什么问题 不过有限时得需要您帮忙 既然无法确定中毒人数 那只能雨入均瞻了 大家军训也挺累的 一人一瓶水 把解药放到里面就搞定了 对了 咱们学校多少人来着 你小子想的倒是很周到啊 那是当然 我得保证学生的安全才行 那就交给您了 这次多亏你 不然我们学校这次 恐怕要摊上人命关天的大事呢 给我看着他 别让他出什么乱子 放心吧 这里就一个出口 有我们在 他插尺难飞 好戏就要上演了 给我闭嘴 再不老实 我进去收拾你 我闭嘴 放心吧 我绝对不敢乱来 我会在这老实地待着的 毕竟 我要在这里轻而听到你们的哀嚎 坏了 不好 装大发了 体力透支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不用怪我 救学生要紧 交给我处理吧 那你多保重 真是难得的闲下时光 有时候 做一条闲云也挺好的 最近事情真是一件接一件 嗯 嗯 嗯 就在这儿睡会儿吧 臭小子 找到你了 睡得真沉的 放口 放口 师父 是您吗 你想的 怎么回事 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 啊 我这不是刚刚军训完嘛 我在这里休息休息 师父您这是 如果让师父知道我用了技术 那就算了 您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是太思念我了吗 你想多了 我预感到你今天会有血光之灾 所以我来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挂了 看来是我多虑了 我有血光之灾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厉害 你小子 不要整天给我惹事 别忘了你的目的 你今天还是小心点为妙 知道了 师父 这颗珠子可以恢复你的体力 你守好 记住为师的话 活着回来 师父还是老样子 如果师父的预测一般不会出错 难道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发生 周院长 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不太方便 我抖 我来处理 开门吧 瞧瞧是谁来了 畜生 畜生也是您教出来的不是吗 不要以为拿到解药就万事大提了 没有我的调配 照样也会被堵死 怎么样 有兴趣跟我一起 倾听他们的哀号吗 你个畜生 怎么 想杀了我 没关系 就让那些学生给我陪葬 动手啊 你 怎么 怕了 你也知道我的能力 我做的不要 没人能破 想救他们可以 跪下 我被一个虚名 竟以学生的性命想要挟 虚名 我一份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医生 都是你害的 你说了 给我跪下 好 我答应你 瞧瞧你放过那些孩子们 他们是无辜的 有什么冲我来 瞧瞧 那个不可一世高傲的周玉财院长 现在的狼狈样 只要你放过他们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优秀医生 是你 你也配做医生 连如何敬畏生命都不知道 做个狗技 又是你 来呀 来打我呀 打死我最好 那样先 瞧瞧你 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求我打他 那我只好满足你们了 他最擅长的就是对付各种中毒症状 各种药物的比例混合 其中的一种药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不行 想解他下的毒 我们需要时间 难道你还指望他来检修那些学生 想都别想了 他只会变得更加猖狂 既然不知道他如何调配的解药 那我们就换个方法 中医 院长 不好了 可能学生出现了偶促的症状 什么 可只有不到半小时时间 我都要看看 你们该如何给他们解毒啊 闭嘴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麻烦周院长带个路 你要做什么 解毒这事包在我身上 但得麻烦您带我去一趟中药房 我需要几种药材来配置解药 好 随我来 这么多名贵药材啊 这个都是钱啊 甚至连空气中都能闻到一股钱的味道 中医学院所有的储藏材都在这 需要什么尽管用 我要开始了 喂 你打算怎么做 老头儿 一会儿你可别心疼啊 别废话 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弄解药 你要的东西我找来了 别火 好 好 黄虎 你干什么 简直就是暴铁天雾啊 你活这么久 这么练勇还是同一次见 我不要太旺啊 把那张桌子拆了 什么 多了 接下来就是 取我体内精血入药 这是干什么 你小的是在制毒吧 那老头说我今天有血光之灾 指的就是用精血救人吧 唉 真是什么都讨不过那老头的眼睛 我从业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这样练药的 药里面为什么要加你的血 这就说来话长了 总之我的血可是很宝贵的 这是 练好了 你们看 怎么这么臭啊 你确定煮的不是死吗 有句话说的好啊 良药苦口 当然我炼的药 有点特殊而已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这个药真的是解药吗 我还是先试试看吧 真的太抽了 这种松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充满了全身 好舒服啊 我的身体快要燃烧起来了 这是青春的活力啊 果然是神药 青青天的小口就治好了我多年的完棋 真是太神奇了 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麻烦请让一下 你们干什么吃的 给我动作麻利点 感觉这个母龙虎随时都要爆发了 还是小心点行事 好 好的 不对劲啊 这是什么情况 送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解药 解药 解药来了 快给学生们服用 慢着 这是什么 怎么这么臭 这是周院长炼制的解药 快给学生服用 明白 哇 我感觉我全身充满了力量 啊 这么快就见笑了 不愧是周院长 这是什么灵丹妙药 我也尝尝 这感觉 好特别 好温暖 就像是一股坚实而有力的臂膀 紧紧地把我摟在怀里 无法挣脱 第一次见李老虎露出这样的标枪 真不想从这种感觉里出来 等等 你们在落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工作 你小子可以啊 小事而已 不过俯卧城我没有做完 是我输了 是时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 俯卧城 什么俯卧城 你救了这么多学生 学校肯定会嘉奖你的 一切都是浮云 你小子是不是练过 我的脸现在还生疼 挡着那么多学生的面 被你给推到地上 老子还真有点不服气 你小子 占了出其不义的品 要是正面来 不一定会输给你 怎么样 找个机会练练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虽然学过一些武术 但都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不适合用来和人过招 更不适合和人比试 之前之所以能一旋把你推倒在地上 你也说了 占了仙机的便宜 不能当真的 我的功夫不适合和人比试 真要动起手来 只有你死我活 我欠你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 没问题 这小子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 身上更有无穷的潜力 真的无法想象 它能成长成什么样的地步 我的肌肉竟然也在增长 这药真的太神奇了 怎么了 什么情况 要效果了吗 我的腿又不听使唤了 仅仅一小口就有这些功效 如果多喝一些那还了得 不行 得让他们给我留点 爷爷 可惜 出大事了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我不要紧 出什么事了 同学们很多都出现了中毒反应 你快去看看吧 放心吧 他们不会有事的 我已经处理好了 这么快吗 可是刚刚还 不愧是爷爷 小心点 爷爷 我猜又是那个方红搞的鬼 那家伙整天就知道添乱 我听说他还把教官给打了 不 相反这次还应该感谢他才是啊 就他 可惜你现在还没找男朋友吧 爷爷怎么突然关心起这种事来了 我现在可没空想这种事情 我觉得方红那小子不错 要不要你们认识认识 爷爷 你在说什么 真是的 没事我走了 爷爷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关心这种事情了 那家伙到底哪里好了 看来我又有事情干了 陈伯又怎么了 方红 如此被绑架了 绑架 你不在吗 你们这么多人为什么还会被绑架 对方行为迅速 反应极快 且应得也极其怠毒 估计后果的自杀式劫持 我们损失了很多兄弟 什么人干的 听着 立马给我准备一个亿现金 陪你两个小时 如果到时候我见不到钱 那就和你女儿说白白吧 还有 让那个叫方红的小子 亲自送到我面前 方红 你废了我手臂 这次我就是专门来要你的命的 巨蟹越狱了 这么容易就让人跑了 想必暗中有组织帮他 从现场传来的影像 可以看出他的手臂 经过特殊改造 手臂特殊改造 就是被我废掉的那条 看来这次是有备而来 没错 他指定要你一个人去送钱 这次他就是因你现身 你可为怎么办 原来是冲我来的 那就满足他 我马上到你们学校 有话路上说 我马上到 有些人就是喜欢找死 而且还不长迹象 希望你不会后悔 斩殊辞 你可算落到我手上了 你敢污染这个活样吧 我毙了你 特洛伊 你这脾气还真是暴躁啊 我不动他就是了 杀手排行第十位 神枪特洛伊 你真的是百发百中吗 哼 没想到啊 枪神特洛伊 竟然是个高度近视 怎么 你想来一发吗 哼 别呀 还是留给那小子吧 哼 你胆子不小 你把我们位置暴露出去 只为了公报私仇 如果这次交货出了问题 你吃不了兜着走 有你在怕啥 放心 我还有后手 对了 一会那小子来了 你可别着急开枪啊 让我好好虐虐他 我试试我这钢铁手臂 方红 千万不要来啊 小姐就拜托你了 他们有一个亿来熟人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 展东只筹集到六百万 你先用这些钱拖住他们 给我们点时间 我知道你本事大 但是一定不要轻敌 难道你们真的想把钱给他 像他们这种牙字必报的杀手 出来之后肯定是想法子杀掉我 展树瓷小姐可是他们一直想要得到的活体样本 他们肯定不会让展树瓷小姐出事 那你更得小心了 从他们发的坐标来看 非常偏僻 不容易埋伏 他们真是做足了准备 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 这小子真是一点都不慌乱 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我知道你有实力 但还是小心为妙 穿上这个以防万一 陈伯还真是细心呢 兔子来了 就一辆车周围没有发现可疑动作 真是大胆 我佩服她的勇气 兄弟们 大开杀戒的时候到了 不要 不要啊 方红 你个傻子 我来了 开门吧 方红小心点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们的人不敢太冒紧 安兵不动 等我消息 进来 瞧瞧是谁来了 你还真是大胆啊 小鬼 人呢 人在这里 她暂时是安全的 但是 如果你乱来的话 她的脑袋随时会开花 这就是你们的诚意 我要的可是一个亿 我知道你要的是一个亿 但我连人都没见到 总不可能一下全给你 而且你也不是没脑子 一个亿现金 没点时间出不来 这里是六百万 算是首付 等我现在我想见的人 剩下的用不了多久就会给你 你猴鬼呢 还没完呢 你死吧 呀 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举些重拳 哈哈 不堪一击 这小子估计一时半会不会醒过来了 给我把他绑起来 我要慢慢折磨他 难道这小子还活着 被这么巨大的力量打中 非死即残啊 什么 他竟然在玩手机 玩手机 陈伯 我进来了 没事 我非常安全 你放心就是了 对了 记得给我准备点吃的 最好辣一点的 没错 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这小子是铁打的吗 这么一点事也没有 火力全开 成功惹怒我了 我让你尝尝 火力全开的威力 你这金属手臂不错 说起来你应该感谢我 感谢你个屁 我这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你 而安装的铁壁 我的力量可比之前强了不知多少倍 你今天来了就别想活着出去 哇 看你脸色蜡黄 看样子是长期积怨太深 引起气血不足 肠道功能违乱 你最近肯定经常便秘吧 原来撒了一肚子屎啊 外不都说话那么臭呢 死到临头还尊硬 我要把你撕碎 啊 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门 给我去死 太慢了 可恶 斗我什么 凌迷也想击中我 这小子怎么这么灵活 你玩够了没有 需要我帮忙吗 我只需一枪就可解决问题 别着急 我还没发挥实力呢 我可不像你一样躲在暗处 我要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男人 小子 刚才只是热身而已 现在我们 不让他 我可没空跟你在这浪费时间 大哥 兄弟们 吵架我 你们站错队了 秋风扫落叶 饶命啊 想要闹事 最好看清楚你们的对手是谁 还有你 什么 这个感觉是不好 好 作为一名医生 得时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你对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打开了你的排气系统而已 调理肠胃嘛 对了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浑身无力 持续排气 所以 估计会持续 两三个小时吧 那就不打扰你放屁了 人应该在这儿 找到了 小妞儿 好久不见啊 待会儿 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 不要掩饰你见到我的激动之情 在你老公面前还见外着吗 你会说什么 可以 给我干掉他 到头来还得是指望我呀 交给我吧 见了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啊 难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真是的 坏了 冒虹 不要啊 抱歉 打烂了你的心脏 冒虹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虽然你之前好色又讨人烟 但是你总是在我身处困境的时候 不顾自己的安危 第一个冲出来 是我对你太苛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冒虹 快站起来 你不是很强吗 快站起来啊 给我站起来啊 很可惜 没给你英雄救美的机会 被我击杀的人 没有国的可能 虽然你已经死了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 你们这群人 你们这群人渣 有种杀了我呀 你放心 你暂时死不了 但是你死定了 什么 失望了 你怎么 放好没死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打输 没有看第二枪的机会 我的枪 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的心脏已经被我打穿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到底是人是鬼 是谁派你来的 小子 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你很强 但是跟他作对 不单单是有力量就可以的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那我方红就奉陪到底 让他放马过来 真是出神牛犊不怕火 你别想在我这里知道任何消息 你杀了我吧 杀人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 陈伯 人我已经控制住了 你可以来打扫战场了 对了 这按说辞你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以后没我的命令 可不能乱跑了 方红 你这个混蛋 吓死我了 喂 很疼啊 你碰到我伤口了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可是你真的没事吗 所有人听令 带我潜伏进去 终于健备 正是 方红竟将他们都解决了吗 怎么这么臭啊 谁 来救救我 陈伯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 方红 书四小姐 你没事吧 放心吧 陈伯 有方红在 我没什么事 陈伯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放心吧 扫尾不正是我最擅长的吗 诶 方红 等等我 我需要回去疗伤 你就跟着陈伯吧 方红 新闻 我能跟着你吗 我那里可乱得很 你确定受得了 我不介意 那你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事情 我 你要对我做什么 你随意 我要开始疗伤了 还好我及时封住了血脉 没有流太多血 方红 画面可能有些血腥 建议你还是不要观看比较好 我去洗个澡 身上都臭了 好 好的 好疼 不行 不能胡思乱下 要不是师父给的那颗奇怪的珠子 加上我天生心脏在右边 恐怕我已经凉了 那老家伙救了我一命 有机会再报答他吧 我下山的时候 带了一些炼制丹药 没想到我自制的保命丸 会用到自己身上 啊 今天多亏了方红 哎呀 刚才那一下真的太冲动了 我的高冷女神形象全毁了 这感觉 就像我失去了最心爱的东西 难道这就是爱吗 要消息作用了 呃 这个感觉 我只知道这个药有副作用 不过我没想到的是 师父你炼的是那种药吗 呃 不行 冷静 已经现在的伤势 不适合做那样的事 冷静 一定要冷静啊 不行 那叫睡着了就都过去了 不行 完全睡不着啊 嗯 已经睡着了吗 你今天是该好好休息了 本来还有些话想要问你 他蹭过来干什么 谢谢你 我的英雄 你偷弃我 啊 你怎么没睡啊 不许看我 原本一个美好的夜晚 被斩树丝硬生生给毁了 为了帮助我对她胡作非为 特地给我弄了一个特殊的造型 女人的脸真是说变就变毫无理由 明明是你亲的我好吗 你把我保持这样 我倒是要担心你会对我做什么 算了 反正我也不吃亏 不过她似乎有什么话对我说 但是却一直坐在我旁边看着我 看着我 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回去了 只留下一张纸条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写四镜 如此难看 我不明白她到底什么意思 唉 真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 这种低级的捆绑 怎么能捆得住我 不得不说师父的药 效果还真不错 伤口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谁给我打电话 白冰 唉冰姐 一大早找我什么事啊 方红 我到你楼下了 快下来 这边 冰姐 你今天也美得不同反响啊 废什么话啊 上车 冰姐 这一大早找我啥事啊 不会是想我了吧 到了你就知道了 原来是商场 冰姐 你想约我就直说 干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上次就说了 还会另外感谢你的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有别的要求 现在也可以跟我提 什么都行 只要我能做到 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吗 是的 不如我们去那边 给我重点点啊 你不说什么都可以吗 你不是本地人吗 跟着我别走丢了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我也正担心这个问题呢 要不你牵我的手吧 闭嘴 不愧是大城市啊 真是琳琅满目啊 这可是本地最豪华的商圈 想要什么随便呢 算我的 这不是白兵白部长吗 找事了 白部长在公司里 可是生人物尽 从来不跟任何男人来往的 我还当你是女博萨林凡 从不动烦心 搞半天哪 原来是喜欢老牛吃嫩草 去抛比自己年纪小的小鲜肉啊 滚总 话可不要乱说啊 省得有人嫌我们造谣 我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我们走 放红 当然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喜欢小鲜肉嘛 现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只是不知道同事们如果知道 她们平时高高捧着的冰山女神 贝比里其实是这样一副轻挑的嘴脸 会怎么想呢 大妈 你这话说的不妥啊 我们怎么可能是被强迫的呢 我们是心甘情愿在一起啊 你胡说什么 大妈 我人在这个女人身边的人 一样让人讨厌 本小姐不跟你一般见识 说 她给了你多少钱 只要你说出来 我可以给你双倍 原来我这么强手啊 你关注点到底在哪里 大妈 你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啊 我可是很挑的 像一些歪瓜裂草 可入不了我的眼 送你三个字 嘿 兵贤 我们走 喂 放红 走不了 好像是这两个女人 在争夺战友权 这也可以啊 慢着 小子 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 往哪走 麻烦 去 这是什么 等等 这个感觉 我控制不住了 我去 好臭啊 有没有点素质啊 大厅广州之下 孤然拉屎 臭小子 你玩音呢 你给我等着 快走 丢死人了 你做的是不是太过了 被你看出来了 厉害厉害 对付这样的小人 已经算轻的了 敢惹兵姐 活腻了 放心兵姐 他们敢再找你麻烦 我打断他们高腿 兵姐 不得不说 你生气的样子 还真是别有番风味啊 还贫 还想挨揍是不是 哪有哪有 接下来安排啊 一切听您的指示 这还差不多 欢迎光临 请问二位有什么想要的吗 方红 这里的衣服我看挺适合你的 挑几件喜欢的吧 先生 试一下吧 我看这一件特别适合你 诶 那边有试衣剑 我带你去试一下吧 这么热情的吗 你 你进来干什么 这里没外人了 就不要再演了 陈伯 我这高超的伪装 竟被你发现了 我又不瞎 你是不是在跟踪我 嘿嘿嘿嘿嘿 你看我像那种变态吗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啥重要的事啊 你看看这个 悬赏 三千万美刀的暗杀 看来我这条命很值钱啊 这些人也太看得起我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这软件里面可聚集了全世界的杀手 三千万美刀可不是小数目 我估计很多顶尖杀手也会参与进来 指纹验证通过 成功领取暗杀任务 请于三天之内完成暗杀任务 否则系统开启惩罚措施 给我取消啊 不小心给接了 确认取消 系统将扣除十万美元违约金 确认 还要扣钱啊 你这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啊 不如让我扮个死尸 让你轻松领到三千万 然后我们评分怎么样 你觉得扮成什么次是好呢 那帮人不是傻子 没那么好糊弄 如果完不成 惩罚可比这十万块还要厉害 等等 又有人接受委托了 什么人 琴师 不会吧 世界杀手排行第二的琴师 凤红你有大麻烦了 排行第二 终于来了个厉害的角色了 这不是真的高兴的事情啊 对了陈伯 能查到雇主是谁吗 基本上不可能 在这种能让世界级别杀手接单的网站上下谈 是不可能泄露雇主信息的 这是地下世界最基本的雇佣准则 我想起一个人 或许他知道 谁 为了这点小事亲自跑一趟 甚至用上了易容术 你的真正目的还是跟踪我吧 老实交代 白兵跟你什么关系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是有些事情不好说出口而已 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他 你是怕我跟他发生点什么事吧 你看我像那种猥琐缺爱的人吗 既然你不想说 我就不勉强你了 跟我在一起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白兵应该是你闺女吧 你怎么猜到的 凭我敏锐的洞察力 小神仙可不是白叫的 放心吧 我会替你帮手秘密的 谢谢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我发红绝不推辞 说实话 你能跟白兵在一起 我也很高兴 现在想要谋伤斩小姐的幕后黑手 还没有拿下 儿女情长什么的都要抛之脑后啊 陈伯 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说得是 好了 我还有重要事处理 再见 方红 怎么这么久 衣服还喜欢吗 抱歉啊兵姐 突然有要事要处理 能麻烦你送我一程吗 你一天天怎么这么多事 去哪儿 浦东分局 坐稳了 到了 怎么突然开这么猛啊 我不敢时间啊 我怕耽误你办事 别生气 我们以后约会的机会多的是 快滚 公军 有点事要麻烦你 方老弟 啥事尽管说 我要亲自审一下巨蟹 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就给你安排 我已经到了 那就直接来212是吧 212是吗 什么情况 找死 敢吃老娘的豆腐 小子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么凶 慢着 这么大力气 美女 我不是故意的 不过你这脉象杂乱 肝肾阴虚 肝火旺盛 你最近是不是便秘 尿黄 还容易暴躁啊 你先尿个尿我看一下 对症下药 什么 是你的 我的衣服 哇 真是波澜壮阔 我小流星坠 你完了 力道可以 就是速度慢了点 情人躲过了 再来 别玩了 我要认真了 你的指头 就挡下了我的拳头 别打了 小小姐 小小姐 别冲动 别冲动 先先消气 她就是流氓 快把她靠起来 明明是你撞的我好不好 不要诬陷好人啊 小伙子 不好意思 我们这位同事今天 因为抓贼的事 工作上出了点小问题 心情不好 并不是有意针对你 刚才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 我带她叫你道歉 算了 小事而已 我找公局有重要的事 请问212怎么走 小伙子 难道你就是公局口中的 神人方红 或真价实 什么 她就是公局口中 无所不能的方红 这边请 公局等候多时了 公大哥 方红 你终于来了 这是临时的审讯资格证 你现在是我们浦东分局的 特别行政顾问 有效期三天 方老爹 最好抓紧 我收到消息 上头很快就会派人过来 接受这个案子 听说国际刑警那边已经来人了 如果上边当真插手把人带走的话 我这边就很难 你明白的 听说她一直不肯开口 别担心 用不了三天 我今天就能送你一场造化 我说了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什么好审的 老子现在有的是时间 管政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有种 你们把我关到死 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 是她 怎么 怕我 怕你 笑话 我恨不能杀你 要不是你 我能是现在这份模样 当恶人就是好啊 不仅能很顺畅地 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 还能如此心安理得 理所当然地把自己伪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试图去道德制高点鞭挞别人 真不明白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话少说 姓方的混蛋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天来找我是为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 你这时候来找我 应该是已经有第二批杀手找上你的了 好 看你这么急着激怒我 应该很迫切地想从我嘴里知道点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次找你的那个很棘手吧 让我猜猜会是谁 仙女 琴师 还是青龙 你说的没错 确实有人找上我了 三千万美刀买我的命 怎样 这样的价格 你应该连接单的资格都没有吧 方红这是何意 三千万美刀的暗杀 一定是仙女 姓方的混蛋 这次你死定了 赶紧回去 给自己准备后事吧 仙女 世界杀手排行榜上第二的那个家伙 是叫仙女吗 两只蝎子 看来你们俩还有一腿啊 第二 是琴师 你抖什么 你害怕他 不是害怕 是开心的 抑制不住的喜悦啊 看来你连给自己准备后事的时间都没有了 如果来的是琴师的话 你现在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谢谢你的忠告 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走 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的吗 你别做梦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 而且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别白费功夫了 那样你会死的更快 你错了 并不是我求你告诉我点什么 而是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求着我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而到那时 我未必会给你开口的机会 所以现在 你要不要试着说点什么呢 你要干什么 你 你别过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我了 去 你做了什么 谁给我赶紧 好痒 不要过来 给我闪开啊 我这是 被万虫啃咬的滋味还不错吧 欢迎来到我的行刑之地 幻觉 都是幻觉 这点雕虫小气 因为我会怕你吗 那就最好不过了 这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就请你慢慢享受地狱的滋味吧 这个如何 第四 你又有什么招数 这是 你以为我会怕吗 我最不怕的就是死 郑须兵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ntertainment 哈 哈 现在说还太早了点 我们慢慢来 这可不是普通的幻觉 你身体所感受的痛感 可是货真价实的 没死 被刺穿的感觉还不错吧 接下来我还有无数种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在我的炼狱中体验绝望 不 不要放我下来 别着急 我还没玩够呢 你这个魔鬼 变态 我说 我都说 放我下来 对付你们这种人 我要比魔鬼还要可怕 说 我都说 你想知道什么 早这样不就好了 回来了 这个感觉是如此的真实 是催眠吗 不得不说 这小子当真可怕 事情是这样的 怎么样 问出什么了 空老哥 该你的人上场了 嘴巴我是撬开了 还能挖出来什么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又喊又叫的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放心 我可没伤害他 至于怎么做到的 天机不可泄露 走了 你小子 这里 兵姐 你还没走啊 你是在这里等我吗 白岩小姐还真是贴心啊 少跟我拼 我怕你迷路 去哪儿 麻烦送我去宏图大厦 上车 多谢兵姐了 你特地在这里等我 我是应该先请你吃个饭的 不用 怎么回事 怎么变得这么高楼 难道我哪里惹到他了吗 不是 去死吧 不好 趴下 怎么了 待会再说 先远离香港 下沙车 你没事吧 灵姐 我没事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听不到我的呼唤千万别出来 方红 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看我不把他的腿敲断 我不姓方 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帮搞偷袭的家伙 有什么时候不能光明正大的打架 这么多人吗 这么看得起我 快升 不敢近身吗 弦针 是 糟了 弹开了 小心点 这小子擅长用针 针 我倒要看看他的针块 还是我的子弹块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身上带的银针已经用光了 我就不信我们四支枪还搞不死他 你们两个去那边 我们包抄他 没人 那小子跑了 这数不对劲 在上面 开枪 错觉吗 他可不是我的风格 什么 你抢袭我 没门 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专业的 坏了 喂 开这里 怎么了 嗨 你 你怎么在我身后 跪下 好大的力气 我的腿 好痛啊 告诉我 是谁派你来的 没想到 你的身手比我想象中要强一点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的命值不值三千万 女人 你就是琴师 怎么 看你这样好像有些瞧不起女人 你平常都喜欢这么打量别人吗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话说你的小弟实在是太弱了 杂鱼而已 不过 姐姐一定会让你走得很快活的 看来你很自信 等着瞧吧 你死到灵头了 刚才的声音是骨头脱臼的声音 好快 受死 我比起我 还是差了一点 看张 躲过了 我赢过的身手 好慢啊 你踹哪儿呢 好险 差点就断子绝孙了 这是 不好 捕获成功 真的就是被一只巨猛缠住了一样 这是柔术 看来你也是华夏人 哼 你小子懂得还挺多 不过 那些杂鱼实在是太高估你了 这三千万简直就是白送啊 不过能死在我的手下也是你的福分 姐姐说过 会让你走得很快活的 作为杀手 你的废话太多了 勇气可佳呀 看来不怕死啊 你和其他的杂鱼不同 方红 你的名字我记住了 接下来 你将会听到骨头碎裂的美妙声音 这对我来说就是你的死亡邪奏器 作为杀手你犯了一个大忌 那就是过早展现自己的实力 你可听过一句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做的不过是班门弄服 这一声音是 骨头脱就是 让 怎么可能 不好 做什么 你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好小子 你竟然也会高深柔术 柔术 我的是柔术不假 但你刚才使得 就别辱莫先人自称柔术了 不过是些画火不成反类犬的搏来之物 倒是想看你了 那从现在开始 你要小心了 鉴于你刚才的表现 我之前说过让你走得快活的话 收回了 柔术实战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只能近身 如果你无法近身 就造不成伤害 你还有什么本事 不要吝啬 统统使出来 好大的口气 施我这招 这什么 我的毒物有极强的麻痹效果 只要你的皮肤暴露在外 用不了五秒钟 你就会被完全麻痹 等到时候 你将认我宰割 中招感 感觉还不错吧 虽然你的身体动不了 但是你还可以听到 感觉到 这样 你就可以慢慢体验被杀死的感觉了 我是慢慢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呢 还是一刀刺穿你跳动的心脏呢 我决定了 我更喜欢刺穿心脏的感觉 去死吧 什么 保险 让你失望了 不可能 你怎么恢复的 别人不可以 不代表我不可以 接下来换我了 是吗 这是 这是什么掌法 还没完呢 不好 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可不是傻子 把自己的底牌告诉对手 自己猜去吧 你 方黄 我记住你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还有人 好了 没想到杀手排行榜第二的杀手 也会用这么幼稚的手法 兵且 你可以出来了 已经搞定了 兵且 送了 兵且 方黄 救我 我来了 你撑住 怎么了 有好多虫子 快救我出去 不就是几只虫子而已吗 你这样会暴露自己的 万一敌人对你下手怎么办 可是你已经解决了不是吗 我都看到了 你真的是超厉害啊 那是 几个小喽啰可伤不到我方黄 那些是什么人 是专门派来暗杀我的 暗杀 跟我走 去哪 找斩活毒 这个混蛋 竟然对老娘下手这么狠 这小子 这小子炼成了 什么人 出来 不要紧张 伤浮之 竟将道门的传承至宝 一金经传给了他 一金经 一金经分九经 一经一气 二经一血 三经一经 四经一脉 五经一谷 六经一随 七经一经 八经一发 九经一行 道门骨训有言 九经贯通 可得一神长生 一金经的引体之术 勾动内云 能牵引育出 除人体骨唇血缸性力量之外 第三种力量 内息 你的毒物对他没有效果 我想 跟他修炼这个有关系 这么说 你很了解他 岂止是了解 怎么样 有兴趣继续跟我聊一聊吗 令姐 你先在这儿等等我 萧恩普斯家族的人 你确定吗 确定 但雇主具体是谁 巨蟹也不知道 黑色世界的雇佣关系 远比咱们华夏的合同雇佣 要严谨神秘得多 一般情况下 杀手不可能知道 关于雇主的任何信息的 这一点陈伯应该很清楚 巨蟹说 如果他不是跟玄虹网站的负责人之一 有些交情的话 连这个他都不知道 巨蟹 有没有可能说谎 这一点 陈伯就放心 我保证 他对我吐出来的东西 百分之百真实 我知道陈伯你的顾虑 来的时候 我查过资料 萧恩普斯家族在业内的形象 一贯正败 而且他们资本雄厚 声势浩大 你觉得 他们完全没必要打 淑慈的主意 对吗 陈伯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淑慈对那些医药财团来说 意味着什么 利益 是罪恶滋生的土壤 医学界 癌症困扰人类多年 淑慈的存在 等同于是这一现状的福音 即便是普通人都会掩护 更别提那些一贯 利益至上的大财团 不过我虽然断定巨蟹没有说谎 但他未必就没有被别人利用 而且这个一贯生育不错的 萧恩普斯家族 可能是真的不错 毕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发生一颗老鼠屎 坏一锅粥的事情 那方红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该是时候除草了 那那个借了三千万暗杀 寻赏的杀手怎么办 你是说秦师 不容小薛 但也没必要太过放在心上 什么 秦师可是杀手排行榜第二的高手 方红身上连点伤痕都没有 难道说 秦师被方红干掉了 秦师被你干掉了 一不小心让他溜掉了 如果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面对排行第二的杀手 还能游着有余 并且毫妨未伤 凤红你到底 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别忘了 我们的事情还没完呢 如果你没有其他什么事情 我可以邀请你去我家吗 兵姐 你这是在玩火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你就不怕我做点什么吗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有那个贼心 没那个贼胆 我对你很放心 等等 他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也就是说 嘻嘻 出租车 突然不知道说点什么了 找点话题啊 这样下去好尴尬啊 绿姐 小心 猫 那个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我心跳这么快 难道说 难道说 妈妈 喂 妈妈 我是白冰 冰冰 家里出事了 什么 抱歉了 凤红 家里面有点急事 我要先回去处理 需要我帮忙吗 不 不用了 我会处理好的 谢谢你的好意 改天再约你 改天再约你 时隔多年 又来到了这个让我讨厌的地方 这里的气味还是那么令人作呕 十五年前 走投五路的母亲 带着我来到了户都最落魄的棚户区 破落地矮的平房 已经缺了一脚露着风的平板木门 楼道里灯光昏暗 散发着一股子发霉的腐朽味道 虽然环境脏乱差 但是我却在母亲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 冰冰 从现在起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再也不用搬来搬去了 家 从我进世以来 我们就不断地换地方 我不明白家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 或许这里真是个很好的地方 直到 那个男人 不对 应该是那个禽兽出现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哪那么多废话 把钱给我拿出来 这可是留给冰冰上学的钱 我不能给你 废什么话 你就不怕我 把你做过的事情 说给别人听 我不嫌弃你就不错了 还有你的这个野孩子 我看着就恶心 不 不要打我妈妈 我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不离开那个禽兽 母亲的退让 让那个禽兽越来越猖狂 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我 恨 我好恨 十四岁生日这天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可以改变我母亲命运的决定 一切都结束了 不要 我和母亲就能解脱了 一切都结束了 不要 妈妈 为什么拦我 对不起冰冰 我知道你恨透了他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渣 毁了自己的未来 可是妈妈 这是给你攒了钱 拿着离开这里 永远不要回来 妈妈 你还想 你还有广阔的未来 不要像妈妈一样成为一个废物 对不起 冰冰 妈妈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 快走 不然妈妈就死在你面前 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离开 甚至以死相逼 直到后来 我才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 走去哪儿啊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都把钱拿过来 你敢咬我 烦了你了 妈妈快走 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 不要过来 不然我死在你面前 竟敢威胁我 快走 妈妈 自从我逃出之后 我体验到了全新的生活 没有嘲笑 没有打骂 虽然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比的满足 但后来 我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她怕别人会因为她的职业嘲笑我 孤立我 只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今天 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带出去 人呐 混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 你丈夫欠我们的钱 你看怎么办吧 今天如果我见不到钱 你们也甭想好过 我们找错人了 我没有丈夫 把她带进来 是 是你这个魂球 老婆 救我呀 我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为什么要替她还钱 帮我养你这么多年 你要戒死不久吗 我可不是来看你们演苦情戏的啊 十分钟见不到钱 我不敢保证你还是完整的 这 这 她肯定有钱 我没骗你 她女儿可是红图集团的高管 怎么能没钱呢 你们搜一下就知道了 这真是让人意外呀 给我搜 住手 冰冰 妈妈给我走 离开这里 你们听好了 这个人渣我们不认识 要钱跟他要去 跟我们没关系 如果你们直应要找事 我有足够的资源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真是说曹操曹操道啊 一来就恐吓我 我好怕呀 不过我佩服的是一个毒鬼 一个小姐 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真是个励志故事啊 这样的故事 值得我去分享 五十万 你走我不拦你 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 一分钱我都不会出 随便你这么说 我不怕别人怎么评论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们走 冰冰啊 是吗 冰冰不吃吃罚酒 我没拿到钱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不过这小妞儿 长得还真是不错啊 把她给我绑起来 你们赶过来试试 不得不说 这小妞儿长得是真不错呀 生起起来的样子 更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分开 哟 想反抗吗 来 往这儿倒 有什么气朝哥哥撒 哥哥我可是很大度的 敢就如你所愿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力量 难道跟方红给我的针灸有关 别和她玩了 一起上 不要过来 乖乖躺下吧 放开我 小妞儿身材真不错呀 你们这群人渣给我放开她 我跟你拼了 给我死一边去 你这个老女人 走 趁他们注意力都在这对母女身上 现在不留我更在何时 看来这里是待不下去了 得想办法去别的地方了 想跑 什么情况 这蠢猪想偷跑 刚才门口好像有个人 你们在看哪儿呢 什么人 出来 放开她 凤凰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小伙子是来救你的小女朋友吗 想演一出英雄救美吗 我佩服你的勇气 既然来了 那么想出去可没那么容易了 是吗 试试 什么 还有你 我可不是来跟你们聊天的 年轻人好大的口气 不过你的身手倒是挺敏捷的 不要真以为会点三脚猫功夫 就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 就让小姨我教教你如何做人 太慢了 什么 刀是好刀 我收下了 还有什么尽管扔来 就敢小瞧我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我原本不想展现我的真正实力的 不过我体内的嗜血恶魔被你唤醒了 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里 大哥终于要发威了 你们都给我瞧好了 什么才叫做残忍 什么才叫做残忍 小伙子啊 我告诉你 五条人命 死在我的手下 一旦释放我的全部实力 我真是连自己都无法控制 喂 我要报警 我这里有一部杀忍犯 对 目前他已经被我包围了 熬不了 臭小子 我要撕碎你 我最擅长的可不是飞刀 而是剑身格斗 江湖人称死亡猎豹 我最擅长的可不是飞刀